真是好奇害死猫 在一次路过烂尾龙时 听见里面有打斗声 但这个男子非要爬墙偷看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这富败浪美大半球的美少女谁能忍住 在打斗的过程中一道紫色的光线落到她的后面 原来进入身体的是妖精之王 从此走向屌丝逆袭的人生 男主叫杜明 是一名高二学生 平时的爱好也就是看动漫 打游戏 这样的生活非常惬意 他很满 本来以为就这样平淡的过完一辈子 就因为一场好奇改变了一起 一次放学路过一个烂尾龙的时候 听到里面有打斗声 于是好奇地爬墙上偷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你见过大家把龙都打倒了是什么概念吗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神 两个大球格外的样子 跟他打斗的是一名满头红发的男子 手持一把长毛 长毛散发出火红色的光芒 每一个回合都感觉周围地震了一样 几个回合后 美少女竟然落了下 他们似乎在争搏一样东西 红毛男子让美少女乖乖交出那个盒子 看在方舟的面子 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没想到美少女一口回绝 你做梦 妖精的去向该有他们自己决定 切 你还真把妖精当人吗 真是虚伪至极 虚不虚伪你一个视台如命的家伙 没有资格评价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红毛男子轮起 冒着火焰的长毛冲向了美少女 还好美少女左闪得快 枪头的火焰差点刺激她的身体 美少女自己也知道 不是红毛男子的对手 于是发动技能 腿上长出蓝色蝴蝶准备逃跑 红毛男子不可能这么亲密的放过来 举起长枪射向了她 美少女弯腰躲闪 只见带着火焰的长枪穿过两球之间 美少女惊呼一声 糟糕 胸前的盒子竟然被长枪带走了 说来也巧 盒子落在了杜明的上方 突然盒子里出来了一道紫光 飞入了杜明的身体 一瞬间杜明感觉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美少女和红毛男子都惊呆了 心想着盒子在这里找到了适配天了 从此杜明频繁的人声开始发生改善 被妖王附体的杜明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药眼的紫色光芒 一个圆形的保护罩包围着她 红毛男子健壮 伸出右手强大的内功收复了火焰长枪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拿回妖王 红毛手握火焰长枪 一个剑步刺向了杜明的紫色光芒 火焰枪到达保护罩 不管红毛使出多大股影都已反对 此时的美少女心里也是慌的女皮 眼看着无弃 迟迟没有出错 因为美少女心里 只知道杜明体内那个妖王的 红毛无数次攻击保护罩号 只见她停顿紫色号 紧着眉头全身冒 跳起来冲向杜明分离一击 此时的红毛怒气值已经到了 地旁的美少女看得出 独毛直过了加弹 只听见一声巨弃 一阵巨大的强光闪烁 地面的石块瞬间炸弹 红毛也被弹出数十一遇 强烈的攻击波 让美少女获胜了好几一遍 原来是杜明和体内的妖王完成了 杜明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稳定 浑身都散发着强大的力 这场景直接震惊到了远速的美少女 原来杜明体内的妖王 竟然是传说中能量极强的精进女 此时的红毛完全不了解杜明体内的力量 再次握起了火焰枪冲向他 哪晓得杜明抢先一步 速度极快 一个闪现来到了红毛面前 他深深地感受到杜明带来的能量冲击 一个回合下来 红毛被打回了原形 自己都使出了洪荒之力 杜明却连大气都不处 红毛深知仅凭自己的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与杜明相抢 于是动身一跃逃走 就在此时 杜明感觉身体不停颤抖 眼神开始恐怖 就在他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 在半壁的目光中 看到美少女向他走过 杜明体内的能量完全消失 瞬间摊挡 这是美少女一把抱住了他 嘴里还轻声细语地说道 欢迎来到妖精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还在睡梦中的杜明 被一阵闹钟声吵醒 紧握拳头将闹钟打得吸来 原来接近三好学生的他 因为妖王附体面的如此 于是他起床来到厕所 什么 不戴眼镜 你们看得这么清晰了吗 还好 自己依旧还是那么帅气 正当杜明对着镜子 沉溺于自己美貌的时候 被砸碎的闹钟就开始响起 不好了 杜明突然想起来自己还要迟到 于是疯一样的男子 跟系在没路 还好学校大门还没班 刚进班就遭到班主任一步凑 还没准夸 把插一个心气的脖位 刚走到座位 顾明的死当小珊就倒塌了 孤头的客人也敢迟到 真牛奶 回想着自己总不迟到 他也是一人 开始出恐慌之力 也醒了起来昨晚发生的事 其实孤头到处钉着他们 紧接着一个硕大的粉底头 准准拍在他脸上 这下完孤头 转眼到了客间休息 两个人跑到抛堂上散步 小珊问起了自明 竟敢点一半眼睛 顾明表示早上起来 眼睛蒸发了瘀 早半天早上 害得自己跑到学校 小珊笑着说道 就你这虚的 还跑得慢 就在此时 一个足球朝杜明的方向 飞了回去 眼看着足球 就要达到 布明帅气的脸上 他竟然伸出 左手一把接住了足球 这一顿操作 直接接待了在场的所有闹目 这时对面走来了一个萌妹人 原来是找小珊 果然还是妹子正位 立马告辞离开 不知道哪里跑来的 旺台逃顾明 汪个路 哪来的疯狗 我一边去劳子凡日 旺台似乎听懂 杜明在骂他 于是一个 非不咬住了他的手 杜明一把僵望 才甩出十几个月 再看看手上的伤口 心想完独了 需要打毛犬一毛 仅仅过了几秒钟 杜明手上的伤口消失了 竟然往好路出 正当他鼓子凌晓 昨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铺头熬的一嗓子 让大家都安静下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翻新来的转校时 出版冒昧 一头飘逸的长发 这谁能高得住 此时的杜明却一脸惊悔 不敢抬头看 原来他一眼就认出来 这不正是 昨天收拾双剑 都自己的眼神里吗 原来这个美女 转校生名叫艾拉 而且还是个回血 顿时全班男生 都沸腾起来 都想跟他做朋友 艾拉对这些狼独泄一路 眼睛始终都在 探向后排的顾鸣 艾拉的出现 让顾明的记忆完全灰 昨天打托的画面 全都浮出脑海 丝头又开始发飘了 大家都安静下 拖了一下眼睛说 艾拉你住过从海拉 艾拉却告诉老师 最主要做到顾明后面 老师也是1.4 顾明听到艾拉说 要做到顾明时 脸都脸 艾拉接着说道 顾明说 我跟他属于险 所以我想做到后面 此时的顾明完全呆住 我是谁 但我怎么不知道 我有一个老子 这是同学们都 头来的羡慕的日子 小山伸出了大门 一小子伸流鼻 老师听到艾拉这么一声 艾拉说了一句 谢谢老师 就从头上了 艾拉温柔的摸了一下顾明的 轻声为了一句 你的记忆都恢复了 雾云慌乐的表示 自己正在听 艾拉走到座位 安静地坐了 艾拉被忍行 这个男人感觉不妙 一般人和妖王火体 都需要三天 才能追悟记忆 可这想法只用了一晚上 到了下个时间 所有男生 都真的想不服艾拉要围起 小山想着要搞定艾拉 要先从雾名下去 于是来到操场 找到发呆的病 此时的小山 完全被远处的艾拉吸引 原来远处的艾拉 穿着一身紧身的健身衣 看上去相当性格 原来是体能测试赛 优秀准备参加市区运动 艾拉站到男生 正当老师一年过的时候 艾拉不是没问题 就这样吧 当他弯腰做冲刺准备的时候 身体凹凸有气 身材真是很大 口哨一响 艾拉放电视台 飞了出去 瞬间把男生都闪 大不死 在接下来的排球补赛 平衡球赛赛 艾拉都已过记录 无计过的运用 终于熬到了放学 杜明飞快地往学校外里逃乱 回头看了一眼 还好 没被艾拉打醒 就在此时 一只手温柔地给杜明暗想在里面 杜明一看原来是艾拉 立马跪下头牢 抱了一条生路把神仙剧 可以拉去温柔管事 要跟杜明一起回家 夜晚要住在杜明家里 无奈的杜明 只能带着艾拉回到了家 到了家艾拉的胸口 散发出强大火 紧接着一个光球 防止的飞到旁边 那个光球里 坐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直见那个小妹妹 打了个哈欠 慢慢地苏醒患 杜明完全被眼前的一切清淡 艾拉开始给杜明介绍起来 这个是她体内的妖精希儿 这是未免文明的场合 因为特殊原因来到了我们的世界 艾拉还告诉她 就像昨天和你合体的妖精王女 所以你现在不是普通人 而且处境很危险 昨天发生的事情 在妖精世界很常见 有时会出现流血事件甚至死 我知道你现在难以接受事实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我都帮你适应妖精神生 听到这里 杜明好好地说 我根本没想到要什么超龙 不是你的出现 我怎么都变成这个 此时的艾拉沉默 杜明接着说 不顾被打了 还被什么妖王固体 又遇到你这个转校生 还说会游戏府 为什么就自己能遇到这样的事 艾拉怒吼一声 已冷静了 瞬间屋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安静的只能听到她的牺牲 艾拉想了想说的 虽然我也很抱歉 但这是事实 要接受 杜明你现在的处境相当危急 艾拉还表示 昨天和我们打拖的红猫 还会来国群 拖来的妖精王 杜明说我把妖精王 取出来给她去做了 反正自己也不想当成妖精神 艾拉听完直接沉默 一旁的希尔谷 表示取出妖精王也是 但只有杜明死亡 才能使妖精和素数遵律 杜明一听 原来那个红猫爪 他就是为了干责 艾拉点了点 杜明一想 自己还这么年轻 连女朋友都没有 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真是太可 不由得伤心欲绝起 艾拉说此时因自己而起 所以自己会一直保护你 而且还会将你一些战斗技巧 希尔谷也补充道 叫我们妖精实力 称王的只有两个 而你体内的就是一个 惊醒你 放心你不会有问题 艾拉想着杜明 应该还没有跟体内的惊醒你 让对我 于是便让杜明脱掉一 杜明一听要脱一 这不干了的干了 杜明的脑回路也是惊奇 把褲子扒掉 希尔谷大叫的谁让你脱褲子 杜明赶紧红着脸穿好 褲子脱掉成一 等待艾拉的 艾拉伸出细嫩的手 就摸着杜明的肌 这时的杜明立马叫停了艾拉 害羞的问她第一次回路 艾拉无奈的表示放轻松一点 是 杜明这才放下戒备心 忽然一股强大的能量输送到杜明的体 杜明被强大的电流推广了半天 杜明被强大的能量冲击 发出了宰猪丹的彩脏 紫色的光波发出霹雳啪啦的声音 这时杜明全身开始长出褲子水瓶 因此她进入了另一个地名的世界 紧接着身体开始无限的下降 直到看见一阵强光 她的身体找到了平衡 她看了一下周围 原来自己来到了无望无际的紫色花 杜明看了一下杜明 这不是衣服的哪里 此时花海中长出一只巨大的紫色玫瑰花 含苞待放的花包散发出特殊的香味 突然花包开始裂液 里面飞出一个国体少女 紧接着杜明被一个紫色气泡包裹 往往心上 杜明想着自己来面衣服 这也太干啥了 少女伸出了牵牵意识 两个人开始相互吸引 紧接着两个人的身体处混到了一起 杜明的意识开始呼吸正常状 一个灰色手抵刀在杜明的上 然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出过 一个不够不抗补的经营自信 这就是经营女王 一旁的艾拉和希尔夫联盟行命 女王一眼就看出希尔夫是二代妖精 但是在她的数据座里 根本找不到希尔夫的质量 希尔夫联盟解释自己是战争末代制造者 并没有参加那场大战 女王表示没有参加那场大战是幸运的 费机问起了希尔夫来到这个世界多久 希尔夫算了一下已经有6500万年 女王敢看到都这么久 此时的杜明图上有话要说 女王转过身非常敬意的给杜明请他 并告诉他切身能叫维塔和斯斯对斯 因为当时情况紧急 所以才选择和杜明合体 给你带来的课题 不好意思 杜明刚准备开口说话 女王便转过头跟希尔夫交练 直接无视杜明的存在 简直太难打 女王问希尔夫对自己了解这些 希尔夫回答道 我只知道陛下你有空间之力的周围方便行 其他的就知道 女王许问道 这个是人近接之还是主体是 艾拉表示至少在我们组织里头自保 听完艾拉和希尔夫的话 女王转身告诉他们 为了你的安全 你只能使用空间之力 如果使用其他技能被人发现后 死一定要灭 杜明听到这两个字直接啥眼 金金女王表示 以他们现在的适配率 如果被暴露出来的话 杜明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金金女王是初代的 就算是不合任何人的 其价值也是不合物量 一旁的希尔夫则表示 二代以后的妖精都是 不过连周初代才生 艾拉询问其 女王跟杜明的适配率是多少 女王却说两轮的适配率太低 只有16% 希尔夫和艾拉听后感到非常低 原来只有1%是16 最时的杜明听了一脸五圈 此时的女王阴能量度 只能进入待机转 随即身上的紫色光芒逐渐消失 化作一个灰色球体经流 杜明之一 艾拉询死了片子 杜明问道 16%是1 希尔夫说拿自己二代妖精来说 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 会没有10%的适配 艾拉也表示 二代最低限度会是15% 明天刚好周末 需要开始训练 艾拉表示为了保护杜明的安全 必须要住在他家里 以便随时应急出发情 杜明心想着还有这种美事呢 第二天两人开始了体能训练 由于长时间宅男生活 他跑了一会杜明差点起来 艾拉看到杜明状态 还是算了吧 但练一会真的要把杜明送你了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一个废弃的舱里 请求女王现身 咨询他关于宿主在身修复的问题 女王表示以现在的适配率 断织需要6小时归服 骨折则需要10分钟 艾拉听完赶快要出代表 二代一太多 紧接着伊拉卸下了装备 告诉杜明咱们开始实战训练吧 艾拉的话不说 直接开启了武光加战 瞬间一套华丽的战斧出现 这一身战斧直接惊艳到杜明 此时艾拉让杜明也加战出自己的武光 这种高端操作哪里是自己这种 没救过 希尔福说 你要用心去感受什么武器最适合 选择 女王则表示 随便选择着就可以 自己可以登记的武器是无限的 杜明开始紧闭双眼 感受着心脏的套路 不一会脑海里开始出现出各式边的武器 当他睁开眼的那一刻 一把长剑和一个盾牌出现在自己的手上 杜明看了看手中的剑 兴奋地告诉艾拉 这是她在游戏里最喜欢的武器 艾拉也点头示意 选择剑跟攻防战队很不快 因为艾拉和红毛的实力不相上谈 所以接下来伊拉和魔法红毛被杜明发展 艾拉一挥手将一根钢管扔成锦 艾拉顺手拿起一根钢管 一个剑步冲向了杜明 而他却被眼睛的两个大球惊呆了 艾拉似乎看出了杜明的小心 手上的钢管狠狠地落在了杜明的身上 杜明瞬间被击飞 直接钻进了墙里面 紧接着钢管直接刺进杜明脸庞的墙上 艾拉说 你不要总想用武器去招待 你可以用盾去拔 而且还要注意敌人的攻击方向 此时的杜明胳膊直接坐位 疼得浑身颤了 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 艾拉怒吼一声 赶紧起来接着练 杜明挣扎着 还不断发出一阵阵弹荡 这胳膊确实是受伤不轻 故意会顾明感觉不疼 受伤不为自动凶跑 艾拉手指一勾 示意杜明赶紧起来接着训练 杜明只好爬起来 捡起地上的武器 接下来伊拉又是奔逸一击 还是同样的节奏 杜明又被激 猛猎的撞击 把墙体都震练 经过几个回合的训练后 杜明已是变体一伤 艾拉看到躺在地上的病人 伸出手拉他起来 并表示今天的训练行 杜明沮丧地说 我真的可以 我知道你根本没有用太大力量 自己现在连恨你过招的能力 杜明看着眼前的球体 心里论有所思 艾拉坚定地说 我肯定会让你活散 夜晚回到家了 艾拉开始研究胡锚战队的信息 查看了一下那些队员的资料 艾拉表示只要自己过载的话 对方两分钟内就会失去战斗力 然后计算了一下 像这样训练一个月的话 杜明也挺多可以乘三十 杜明听到这个数字心里惶恐不忍 让女王惆怅的是 他们的适配率太低 杜明完全使用不了自己的主攻力 杜明说道 上次我怎么可以打扮红毛呢 还用上次的方法不行 女王跟他解释 上次是原始爆发 而且自己还使用了上代素质 还压制了鼻 而且再使用一次它就会消失了 杜明对这样的说辞 感受至于 女王只能召唤出钱素质的名存证力 此时的杜明已经接近攻退 嘴里都闹了 那还训练有什么意义 这样下去自己岂不是死定 女王温柔的说道 宿主不用焦虑 还有一个方法能让您的生活率提升 你是四十 听到女王这样一说 杜明的心情立马都晕下起 空旷的废弃仓库里 又传出了一阵阵惨叫 杜明被艾拉捏得体力完了 但还是一次次的站了起来 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艾拉被杜明坚强毅力左右 杜明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性命 我要活下去 一旁的希尔夫感到很惊讶 眼前一个男子完全变了一步 从前的座路完全现实 女王跟希尔夫说道 因为自己告诉杜明能将她的生存率 提高到了平时四十 听到女王说可以提高生存率 希尔夫知不太好 女王还表示自己需要点时间 杜明也是一样 仅凭这样的训练还是远远不够 女王看到杜明现在已经可以抗住艾拉的命运 随即下场命令 让艾拉与他们的四十 听到命令的艾拉直接惊丹了 自己没有听过 杜明想了想 为了生存呼唆 然后大喊一声 没问题 来吧 此时的艾拉也终于明白女王的意思 紧接着两手腰叉 瞬间将一阵的微风凝聚成一种强大的人 杜明被艾拉召唤的强大冲击波直接冲飞行 就连仓库的墙面都侵在里面 被能量冲击的顾民痛苦的真实 眼部已经极度迷屈 而艾拉只用了百分之十的力 女王告诉她到时候 你这个还痛苦 而且还没有再生能量帮你缓解顾 你能承受到 杜明非常坚定的伪大 女王还表示以后 每天都要像今天这样开始和结束 在执行那个方法之前 必须习惯承受大量的功课 转眼到了星期一 杜明和艾拉一起来到了学习 小山立马走过来调侃道 杜明怎么周末两天有见地上的心 一旁的艾拉赶忙解释 自己在帮杜明语 听完 同学们都投来了差一点语言 就这样每天早上体温训练过后 杜明被打断四指 到了晚上实战训练之后 也是一这样一场之处 女王夜观天象 在一个愿飞更高的晚上 让杜明穿好衣服 可以开始实行一次方法 女王告诉杜明 需要把前速度战斗机 都灌输了 同时灌输进入了 还有几十年来 所有战略赛来的时候 一旦开始 女王将要和杜明暂时的 段开连接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承受 灌输开始后 一股辐色能量 从事着杜明语 随后像电流一样 不停刺激着他的大量 杜明全身开始颤抖 面目广情的非常重要 紧接着他被辐色电流包围 身体全空气 双手不停的撕扯的黄单 这番操作是极其痛 杜明努力的坚持 不过由于过程实在太痛 他最终还是遵御过头 虽然杜明蹲过去 但在他的潜意识里 开始浮现出一个 拥有傲人身子的女神 没错 这就是六千五百万年前 世界最强者精进的 而躺在地上的 则是他的前世素质 突然一群暗黑武士 疯天而降 女王用愤怒的眼神 看着这群暗黑武士 面对这些暗黑武士 女王毫不畏裂 只见他手握藏剑 一阵强大的能量伴给他 抵向了暗黑武士 瞬间将武士击成碎 一阵高光剑雨过后 暗黑武士全部被消 紧接着一条紫色的闪电 照亮给了眼光 就在此时空中爬来一声剧 女王转为头朝上看去 一个类似巨大蝙蝠那样的怪物 伴随着紫色闪电的盘旋在 一道道闪电击打一面 紧接着这个巨大怪物 从而下来到女王面前 在这个巨大怪物面前 女王写了独死 女王手中的强剑召唤出 金色的弱雅射行 然后纵身一跃 直接砍向了那个巨石 当看到一道强光闪 巨石被强大的能量射显了一天 此时的女王和杜明完全融合 就连自己的影子都是杜明 杜明也从这血腥的记忆里醒过来 女王已经首付整整一夜 看到杜明清醒过来 已经是松了一气 杜明猛然从床上坐了眼 询问女王操作是否成功 女王温柔的说道 在昨晚记忆灌输两天钟后 就失去意识 不过操作没有终止 还是完成 杜明经呼着 要这么说我算是成功了吗 女王给我示意 杜明又问道 用不用接着每天打赶本床呢 女王回复他 不用了 虽然记忆灌输成功 但是杜明每天还是照常坚持 提供训练 艾拉也是每天陪着他训练 艾拉询问杜明 自己今天的着装殆尽 杜明得表示自己的自律 并没有多想 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殊不知有一双眼睛冻钉着他 就在此刻那只飞兽 朝他们的方向拖落 艾拉告诉杜明 自己申请的方舟援助 已经披着 话音刚落 无数的飞兆就伸向了艾拉 那些飞兆疯狂 袭击艾拉的球体 一旁的杜明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心想这果然不是什么好 杜明见状赶紧伸出手 想要挖住艾拉 可是那只飞兽速度太快 杜明扑通一声摔倒在音 此时那只飞兽 已经挟持着艾拉飞到了 杜明只能用力的嘶喊的艾拉 原来这一切都是之前 和杜明交过手的红毛组 原因竟是红毛的女儿 得了一种怪病 需要巨额的医药 一个神秘人给她提供医药 早点就是干照杜明 取走她体内的妖精 红毛不想失去自己的挚爱 所以别无许 只因沐冰一起的艾拉实力寻透 所以红毛召唤出飞兽托走艾拉 这样才好下手 飞兽狠狠地将艾拉扔到地上 艾拉起身一看 自己被拖到了一片黑暗 就在她准备逃脱的时候 却发现身体已经被灰色的皮疙瘩 艾拉奋力地震挫 心想的是谁这么不肯的惊喜 当她抬起头 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黑夜 艾拉进嘴一声居然是 此时红毛提着火焰长枪现实 杜明看到红毛向她走 心里放在一屁 红毛眼神中充满了怒气 杜明心里想着这次肯定完谷地 吓得过去的是 不过体内的女王告诉她不要紧张 通过昨晚的记忆灌输 和这段时间的训练 你已经有了战斗的朋友 红毛看到镇定自若的杜明 也是新人情 这小子怎么感觉他的气息不一样 这是什么事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叫她再说 杜明高估着 你把艾拉怎么样 红毛扔起长枪便向杜明刺了过去 可以叫嚣着 这个送你去见他 杜明眼看着长枪刺过来 完全被吓死 关键时刻 杜明潜意识地倒下 红毛感觉非常合理 这才几天 他竟然能和我交手 这情报不准 杜明也只能奋力运动 心里默奠着我无形 他也不过如此 于是杜明开启了武装加弹 召唤出了自己的剑 杜明手握肠 剑摆好了精通的态势 红毛因上次交战的过渡加弹 体能还没有完全推出 只能速战速写 看到红毛又一次发起攻击 杜明只能移战 由于杜明缺乏实战经验 还是被红毛一脚踢腿 杜明并没有放弃战斗 努力地战斗 红毛也丝毫没有松懈 拿起场枪再次地冲击速冻 由于红毛的用力通过 杜明一时间没有抵挡 只见红毛枪尖一把 听见不失一声 杜明拿着盾牌的手 失去了属血 瞬间杜明失去了一股肚 被刺掉的一只胳膊 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失去胳膊的杜明 撕心裂肺地哭喊 体内的女王不断地提醒着 请稳静 明的意识正在崩溃 杜明瞬间跪倒在地上 发出一声声惨叫 红毛拿起场枪指的杜明 不要怪我 只有你挂了曲红 体内的音乐器 我女儿才能活下去 这时的杜明 必是已经达到崩溃的灵界 而红毛没有犹豫 拿起长枪刺了过去 另一边的艾拉 根本不知道这边的战口 艾拉已经死在面前 这个怪物 她就是尹拉 她看到艾拉 用狠狠的眼神看着自己 她便表示自己 也是收人前排 替人办事 艾拉看到尹拉一步步靠近 惊呼到你们干嘛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 其实尹拉有贼心 也没有贼胆 她心里知道艾拉 就是方舟大人的人 艾拉告诉尹拉 放了自己 她会出双臂的架 尹拉却冷笑地说道 你可以觉得我威 但是做事我是有名字 答应别人要困住你 再把你放了 那不是我的自己名声吗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我的鸭巢里待着 话音刚落 鸭巢的大门开始逼 艾拉也是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被关在前 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危机关头 突然杜鸣身边 微风四尺 只见杜鸣身上 发出一股紫色强光 伴随着雷电 红毛被这股力量 冲击倒退了毫里 紧接着杜鸣断臂的伤口 开始展出紫色水晶 随即长出的水晶 形成了一个紫色的魔爪 红毛被惊掉了下巴 这怎么可能 原始爆发不是只能有字 这一切的真相 也只有女王自己心里明白 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意识 接替了肚明身体的控制剧 虽然此刻适配率在逐步上升 但是意识太过于模糊 这样下去 压不住这强大的能量 也是必死无疑 就在女王不知所措的时候 眼前出现的这个人 让她看到了戏 没错 就是女王的前世宿主拿额米 6500万年前的世界最强准的人 此时的女王内心非常的纠结 这是她拼命守护的灵魂 她心里很清楚 这样下去拿额米的残魂 会被消耗殆尽的 因为女王曾经承诺过拿额米 一定会一直守护好她的灵魂的 拿额米安慰着女王 此时不要有个人感情 咱们要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 说完 拿额米召唤出紫色的能量球 肚明的身体开始发出紫色的能量磁场 开启了引擎过载 准备灵魂再造 那只紫色的水晶魔爪充满了强大的能量 缓缓地抬了起来 红毛看着眼前的一切 简直难以置信 杜明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嘴角露出一丝血笑 喊着小刀刀来吧 红毛冷笑道 你还真敢喊 一会儿你就知道谁是小刀刀 红毛听到杜明喊她小刀刀 愤怒冲锋了头脑 同时也开启了拨载模式 手握长枪 散发出火红色能量 急速地冲向了杜明 艾拉心里还想着杜明怕是撑不过几分钟的 于是开启了武装夹载 挣脱了尹压的禁锢 冲出来小飞屋 顿时锋利的双剑出现在了艾拉的手上 尹压也是一脸惊恐 这么快就逃脱了我的黑色封面了吗 艾拉怒吼一声 一个小杂碎竟敢坏我的计划 艾拉挥舞着手中的双剑 顿时威风四起 尹压感觉情况不妙 立马跪下求饶 艾拉想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救布明 于是火速赶往杜明的方向 心里默念着 布明一定要撑住 我答应过你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 这时的布明伸出魔爪 根本不等红毛出招 直接插进来红毛的心脏 这一幕刚好被及时赶到的艾拉亲眼目的 艾拉对此表示一波 红毛的实力跟自己不差上下 怎么会这么快就结束了 布明拿出魔爪 现在的他近乎疯狂 红毛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嘴里还念叨着自己女儿的名字 这时布明的水晶魔爪开始逐渐消失 看着眼前的被自己干掉的红毛 布明跪在地上痛苦流涕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杀人 泪水掺杂着雨水 慢慢的滑落 看着不知所措的布明 艾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眼前这个伤 电线杆上的乌鸦 似乎见证着一场惨剧的发生 当布明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 拿起手机就看到艾拉给自己的留言 艾拉告诉他 组织上有紧急任务 他需要回基地几天 明天会有新的妖精使来继续保护他 不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是女王的宿主身份 艾拉还告诉他 学校那边自己也给他请好假了 吃了两口 脑海中又浮现出昨天那残忍的画面 嘴里的面全都喷了出来 此时体内的女王对杜明发起了召唤 女王告诉他 昨天断掉的手臂已经完全恢复 但是由于过度加带 导致部分妖精资料流失 不过妾身与您的适配率已经提升到25% 您也可以使用妾身的部分子攻击 女王还告诉他 您现在身体拥有双重人格 由于您的主人格相对懦弱 所以不要迷失自我 否则第二人格会取而代之 无聊的杜明 登陆了好久没完的游戏 一上线那个游戏里的CP 就主动找到杜明 说是要带他去一个神秘的地图 随即杜明接受了邀请 突然门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杜明打开门一看 竟是自己的同学 带着啤酒辣条来看的 原来同学们听说杜明请了病假 所以放学后都过来看了他 杜明告诉同学们只是感冒了 吃点药就好了 这是与网妹八卦的问道 你不是和表妹住在一起吗 怎么不见她呢 杜明只能谎称表妹家里有点事 回去了 这时小山大吊起来 杜明你请假 就是为了和游戏里的CP约会吧 杜明一看原来是小山 趁自己不注意溜进了自己的卧室 与网妹文声也凑了过来 调侃到杜明真会玩 杜明一脸无辜的解释道 只是为了任务奖励 才和她成为CP 而且是男士女还不知道 玩了一会 终于送走了同学们 回到卧室杜明又打开了游戏 短暂的交流过后 杜明和CP告了点 杜明完全想不到电脑那边 正坐着一个身材胡辣的妹 这个妹子可不简单 猴影一阵放映着 红毛和杜明打斗的话 她似乎对这场战斗很感兴趣 于是和一个白衣男子 跳起了双人 紧接着两人凑到了一起 似乎在策划着什么 杜明在家实在憋得难受 这天她决定出去逛逛 路过一个小胡同的时候 她似乎感觉哪里不坠近 她能感觉到附近有妖精式的气息 给她的直觉应该是 百达说的那个要保护她的 不过这几个气息又有点滚脆脆 不对 应该是敌人 突然向着口出现几个奇装衣服的人 嘴里喊道 我们跟着你很久 特别是那个穿着早去的黑脸壮汉 看着就觉得伪心 这是那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一点的人 拿出一条围巾问杜明 是不是你杀了我去 杜明表示你说什么我没有听 长得像唐老鸭一样的男子 只是杜明 别他妈的给我装饭 约翰逊是不是你杀了 此时的杜明已经召唤出紫色门 准备开展 那个黑脸壮汉 用涂着唇彩的大紫唇子说道 可怜我的小约翰 我的小心脏都快要碎了 杜明再也忍受不了这个羊炮 正当杜明准备拍点那个羊炮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一股很强的气流正在靠近 那几个怪物似乎也感觉到立场 紧接着几个人的上空出现一个穿裙子的小萝莉 正当几个人都在津津有味的盯着裙底的时候 小萝莉加速落地 瞬间地上被砸出一个大坑 杜明背着强大的气场惊呆了 而那几个貌似怪物一样的人 背着强大的气流震飞 我然是极品小萝莉 扎着双马腕 穿着花边裙 戴着黑手套 这个小萝莉看起来弱小 身上却散发出强大的能力 杜明心里还在想着 这会不会是艾拉说的那个人呢 小萝莉看着眼前一个小白脸 确实有点帅气 于是摘下口罩指向顾名 你是不是多咪 必是口误 小萝莉重新问道 你是不是杜明 杜明想到艾拉走的时候说的话 但是感觉应该是艾拉安排的人吧 飞机也就承认了 那三个人惊讶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只见小萝莉面部争鸣皮肤有的威 转过头喊道 小心我扯下你的小群群 三人黯然失色 心里慌得一批 那个短裙大叔 听见要扯他的小群群 吓得赶紧逃命去 于是杜明说是要请萝莉妹喝奶茶 杜明看着眼前的妹子连续喝了几大杯 心想这个月的零花钱估计是康复 杜明想着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喝的奶茶还翘着二郎 于是问道 你说你是艾拉的妹妹艾希吗 艾希对杜明使了一个白眼 回答道 怎么不像 突然一吸的电话响了 原来是艾拉打点了 艾希告诉姐姐 人我已经找到了 活蹦乱跳的一点问题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打个电话 非要是在眼前 应该是忘了对面 还坐着一个来面 杜明这会有情多探索 艾希感觉追杜明在观赏自己 一把将奶茶杯砸到杜明身上 原来是杜明出门时忘了骂手机 艾拉人系不上自己 才打点了妹 难道是不想奶单吗 杜明一脸委屈地表示 自己只是想拉个神 艾希回了一句 不准去 给我跌着 杜明也只好回到座 紧接着艾希又叫了一杯奶茶 杜明看着眼前这个罗利 心想着哪里是宝宝 明明是来折磨我 这时艾希拿出手机递给杜明看 原来是影压把当天杜明和红毛战斗的一片 传播出去 现在他的处境相当危险 杜明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艾希调坦道 一个训练几天的新手 居然能干掉一个最强三代 说明你还有两把刷子 杜明惊讶道 红毛是三代最强的 艾希告诉他约翰逊在三代不是横的 号称三代最强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肯定没有我厉害 体内的女王告诉他 看来你还是被一些不成仕途盯上 为了宿主大人的安全 切身还是建议你暂时不要使用其他剂 一旁的艾希说道 听姐姐说你的适配率已经达到几十五十了 否则不会有这么厉害 话音刚落 艾希表示不服 一只脚母的踏在桌子上 手里的奶茶杯已经捏成麻花 嘴里叫嚣了 不请我们练练 听到这里 杜明下的手一口 手机都没拿住 只好等时要搏再给你点杯奶茶吧 还没等杜明把话说完 艾希拽着他的衣服就开始往外拖 晚大街的人都看着他们 但是艾希一点没有给杜明留面子 继续拖着他往前走 艾希回过头狠狠地弄了杜明 一把锁住杜明的脖子 嘴里还嘟闹 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 今天高低也要跟我练练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小山和同学们走过来 真是大型射死现场 几天不见余网妹求提子变醒了 杜明被这尴尬的一幕 修得里多红了 看到同学们走过来 艾希才放开了手 余网妹把头凑过来 询问这个可爱的小妹妹是谁 艾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了 转过头看向顾明 杜明赶紧微微地摇楼下头 意思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艾希回了一个眼神 事宜自己明白该怎么说了 艾希像背诵课文一样给大家介绍起 她告诉大家自己是艾拉的妹妹艾希 今天才到表哥家里 一边说着还不忘捶了一下不明 听说是艾拉的妹妹 小山走过来 倒是要仔细心事一些 仔细一看长得还真有点像 于是伸出了咸猪手 这小脸蛋这么滑嫩皮团 杜明这小子命怎么就这么好 艾希被占了便宜 愤怒地抱起小山的手就开始撕咬 小山被咬得一脸猛的一 还可以这样 一旁的余网妹尴尬地说道 这小妹妹真可爱 不远处有人大喊大叫了 大家都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原来是一位美女的包被抢娃 百徒正朝着自己的方向奔跑 嘴里还喊着 都被老子滚 以前杜明遇到这种事 都是能够多远够多远 现在的他不一样 伸手一把揪住感服的衣服 百徒看到正过不了 便从腰间掏出了一把一手 转过身就刺向了杜明 一个臭虫敬党怪我好事 杜明根本没有把这些小杂鱼放在眼里 只需要轻松一招解决 百徒根本没有还手凝律 只能跪在地上唱针子 地旁的同学们都惊呆了 只会杜明你什么时候学的记得看 杜明只好表示自己是本能反应了 这是一个极品欲解气喘吁吁的跑步人 看着眼前这个英勇帅气的杜明 心想的来一场血迪恋 是可以的 杜明随即把包币给一一名 当他弯着腰肌包的时候 杜明眼睛都知道 这球真不小 晚上杜明把爱希带回了家 刚进屋 爱希就表示你给我老实点 不要有任何想法 然后扑通一下躺在沙发上 嘴里还说了一句 普通人的生活真有趣 杜明歪了一眼爱希 躺在沙发上嘶哑的叉了 没有一点女孩子气 爱希喃喃自语的说 你就是举手之王而已 小姐姐竟然请我玩了一点 早知道这样 我就先动手了 让你抢光环 一天下来杜明也感觉很累 他脑在沙发上 这是手机来消息 掏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白天那个预警发来的消息 杜明心想 别看我干啥啥不行 撩妹稳当逼你 爱希也不知不觉地凑了过 还没等杜明反应过来 爱希把抢走的手机 看到这么暧昧的信息 爱希差点没有出手 这一下激怒了杜明 他怒喊道 不要随便拿别人的手机啊 小屁孩 爱希叫喊道 你才小屁孩呢 我都16岁了 你以为比你小小多吗 你都16岁了 蒙谁呢 看起来这么小都已经16岁了 简直颠覆了自己的认识 爱希表示自己在婴儿的时候 都已经是妖精神 所以衰老要逼别人嘛 在我的记忆中 只有学习训练和威敬的任务 其实还真没有体验过 人生 杜明表示要爱希体验一下 爱希惊讶地看着杜明 你要干嘛 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带你体验一下游戏 于是两个人拿起咬改手 开始玩起了游戏 爱希每次都是最后一关失败 心态有些疯 连续挑战失败 爱希终于爆发了 这是什么货游戏 开发游戏的都是脑残吗 委屈地流着眼泪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着杜明 杜明也很抓狂 明明是你自己猜好吗 怎么还怪游戏 真是对你无语了 爱希突然站起来 两腿一张往的跳到杜明身上 牢牢地抱住她 估计她自己都忘了自己 还穿着裙子 白天挨揍的那个胆服 身上长短的绷带 坐在轮椅上 身后推她的竟然是那个御前 原来这一切都是 他们策划的狗肉节 爱希对姐姐和杜明 训练的仓途横敢进去 第二天软魔鹰炮地 让杜明带她参观一下 刚走进去爱希就捂着鼻子说 这也太难忘了吧 一旁的杜明说 是你自己吵着腰来的 于是爱希伸出手指 一个五彩光球出现 光球开始缓缓地飞向上空 只见五彩光球开始膨胀 并伴随着强烈的五彩光线 紧接着 一个长着粉色羽翼的妖精出现了 原来就是爱希体内的妖精希尔 杜明愣住了 这妖精从看上去和艾拉的眼 此时爱希喊 杜明该你了 杜明小声地告诉爱希 不要随便叫我鼻子好了 随后杜明嘴里默念着斯贝斯现身 一阵紫色烟雾消散后 斯贝斯现身了 希尔福看着眼前这个妖精 感觉很是莫傻 爱希也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外表的妖精 希尔福一步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把脸贴近斯贝斯仔细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空间系的妖精 全身紫色荆棘 还长着紫色水晶女艺 名字还叫斯贝斯 紧接着希尔福大叫着 我知道 你就是荆棘女王 杜明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被识破了吗 希尔福又补充四个字 有防治品 我靠 我还以为自己暴露了 希尔福调皮的说道 别说法制的还真相 简直就是缩小感的精进我 这是爱希录的陆秀子说道 言莫敬 咱们开始吧 杜明尖叫道 你不是说只是参观一下吗 调皮也要有个不然 我根本不想和你练 就算我是你姐 我也不能这么纵容你 话没说完 爱希抬起腿就踢了过来 不过太黑了啥也看不见 别看他瘦小 这一脚力度还是相当大 瞬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 把地上的一头都震碎 杜明被打得连连后退 心想这家伙来起真的 只见爱希又立自腾空而起 再次踢向了杜明 不过这次爱希扑了个空 杜明想着我打不起 但是我能抹不起 此刻爱希也看出来杜明的心色 你看我是个小孩 就认真不起来了吗 这样你会吃大亏的 杜明说道 你这样说 那我懂吧 于是杜明开启了武装夹载 一阵紫色强光过后 杜明召唤出自己的双剑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大的能感 爱希被眼前的荧幕撕呆了 没错 就是这样 我超喜欢 看见杜明手握长剑 摆出迎战的姿势 爱希腾空而起 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只见他迅速飞到杜明的上空 一个高边吐踢了过去 当他要踢中杜明的时候 竟然发现杜明消失了 跑哪里去了 按理说他的动作 不可能有出快 正当他感到疑惑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在靠近 只听见框的一声巨响 身后闪起一阵光波 随即仓库的墙也到了一层 房顶也被掀起来了一个大坡 一旁的希尔夫高声的 为爱希腾喊主位 看到旁边的斯贝斯 安静的站在那里 波澜不惊 这让希尔夫感觉有点失惊 喂 纺织品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末代制造出来的吧 斯贝斯此刻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战斗中 只是随口回了一局 这有什么呀 当初我们也准备纺织女王的 只是出现了一些变数 才诞生了我们两个 女王还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比赛 有一句没一句都会打着 希尔夫还表示 能够拥有这种技术的 只有女王诞生地学制度 爱希感觉不拿武器有点吃亏 于是也召唤出来一把巨大的镰刀 杜明一剑砍了过去 爱希的镰刀一挥打了回去 杜明被震的连连后退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杀出车 那么巨大的镰刀 在爱希手中玩弄的如此的溜 爱希一阵耍哭过后 询问着杜明看我哭不哭 杜明说道 有什么酷的 拿的武器比你自己都大 怎么会是镰刀呢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惊讶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杜明表示爱拉手持双剑 你们是姐妹 应该也是双吃武器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接下来让你尝尝镰刀的厉害 你可以要认真点 我要奋力一击了 杜明伸出长剑 来吧宝贝 正当爱希損起镰刀冲向杜明的时候 听到不远处有人喊住手 此时的爱希一个猛员骑刹车 扑通一下摔了个嘴啃 爱希委屈地哭诉着 谁啊 我鼻子都流血了 原来是爱拉朝他们走来了 杜明的女神再次归来 她表示不能这样玩 动力太大了 爱希诧异地看着姐姐 心里想着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明摆着是不放心度 几天不见 爱拉的球体好像是大了下 紧接着依拉喊了一声 我的小嘻嘻 然后朝妹妹扑了过去 妹妹则是嫌弃了眼神 看着爱拉 自己嘀咕着又来 杜明背着眼前的荧幕 掉了一地鸡皮疯 爱拉一下抱住了妹妹 说道 就连两个小妖精也凑到了一起 西西打道非常轻热 希尔弗拉着希尔弗说道 妹妹 我最近收了一个小弟 我带你去看看 那就是她 怎么样还不赖吧 以后我们两可要照着她 希尔弗看到是女王 压制着自己即将发出的坚信 希尔弗继续说道 毕竟有个宿主人和的时间 我们今天比你丰富 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问我 爱希告诉姐夫 这家伙完全不像个新手 可我较量都不落下她 爱拉只好回复道 毕竟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天赋的 说完 爱拉把目光转移到杜云身上 温柔的说 看到你这么精神我就放心了 杜云则表示 自己早就释然了 日子果实要往前过 第二天两个人来到学校 就听见同学们讨论 昨天新闻再次报道 那篇废弃仓库传出一阵阵爆炸声 看来 这些事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会留下心理隐隐 最时班里的同学开始打闹起来 刚好路过爱拉的作用 一不小心把爱拉的书都梦掉一遍 正当爱拉准备伸手去剪的时候 一只手伸了鼓 还特意碰到他的手 原来是班里的路科 他把书捡起来 择翼的地点的爱拉 他还表示 能为爱拉点书 是他毕生的文心 杜云看到这一切 心里很是不分 这家伙到底想的吗 不知道这是我的女人吗 真能舔 这是杜云的思绪被小山中解了 他说今天那个秃头子 还没有来上课 只听见走牢传来了一阵 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 杜云心想着 这是谁 我们班队让林老师的 随即 一只粉嫩的千千玉手 把门推开了 一个大球妹 手里抱着一堆资料 细缓细细的走得进来 仔细一看 这不是前几天 被抢包的那个狱姐 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究竟是来干嘛的呢 原来这个狱姐叫欧曼 由于那个秃头请假 这段时间由他来代课 班里那个朗可真不少 哥哥没来演续 爱拉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老师怎么有点怪你 欧曼听到下面一片哗然 都是爱慕他的话 心里乐开的话 这伯拉的身材 还有一堆大球 谁还有心思上课的 突然下面的杜明和小珊 他们出现在欧曼的视线 哎呀 我们班上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容 放学后 小珊他们就开始讨论起 这个新老师 没想到居然是他 爱拉问道 你们之前认识吗 杜明谎称自己 只是昨天跟他见过一面 小珊质疑道 说起这个 我怎么感觉 他有点完全不会紧刻的样子 就在他们谈话间 身后喊了一声杜明 当他们回头一看 原来是欧曼老师 他轻声的说 杜明文学 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 杜明看着眼前两个大姐 口水都咽了几次 真巧呀 没多久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的事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那我请你吃个饭吧 杜明表示这座部教室 没有吃饭的必要 一旁的爱拉看着他们两眉来眼去的 感觉心里酸得一痞 说完他又看向旁边的爱拉 问道 这位美女士 爱拉示意自己是杜明的表姐 都不是外人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吧 她转过身指向小珊 你叫什么呢 杜明介绍起来 她叫高明山 小珊心里想着真是见鬼 为什么她只记得杜明的名字 一个狼吞午宴过后 小珊算是吃饭了 于是问杜明 这马上就是小长假了 你准备怎么过呢 杜明则表示准备玩玩游戏 小珊小砍道 是不是又准备赔你那个CP了 杜明红着脸说道 别乱说话 爱拉听到这些 狠狠的瞪了台面 爱拉总觉得这个欧瞒不简单 于是拿出电话找人查一下 正在此时 背后有人叫住她 原来是昨天那个甜果 好爱拉行了一行 说是要请爱拉喝咖啡 就她那嘴娘 怎么会入得了爱拉的眼 于是爱拉冷冷的回了她一句 不好意思没时间 转眼到了小长假 爱拉他们来到海边游玩 这个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 普通人生活的爱戏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利 一起来的还有小珊和欧曼老师 杜明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球呢 突然后面有人喊了 回过头一看 原来是欧曼老师让杜明 帮她擦防晒霜 杜明看着眼前这个人物 心想这种美拆水度拒绝 欧曼伸出手 将防晒霜地给杜明 这么洁白无瑕的肌肤 杜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由于心里过度亢奋 你们半天还是没有拧开 就在这时杜明一用力 盖子被她拧坏 顾吃一下弄了欧曼一身 她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羞答答地看杜明 杜明惊恐地说 不好意思老师 我来帮你擦干净吧 欧曼本是没关系的 欧曼老师不要这样躺 我不是故意看的 不然杜明听到喉饼有人叫她的龙子 竟然又是爱惜从天而降 天呀 又是这一招 嘴里还叫着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地旁的欧曼背着强大的冲击波 震飞了 杜明和艾拉也被灌了一副的沙子 艾拉训斥妹妹 小夕可不许再胡乱了 妹妹怒吼道 我这是为了谁 你心里没点数吗 说着杜明气冲冲地走向爱惜 你为什么要怪我的好事 爱惜一下抱住姐姐 艾拉表示 没事有我在 她还不敢造次 好巧不巧 杜明一脚踩到了防晒霜上 脚下一滑 身子一斜 猛的倒向了艾拉 杜明的脸狠狠地撞击在艾拉的球体上 艾西看到这一面 心里想着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 艾拉躺在地上 杜明看着面前的球体 不断地咽着口水 艾拉说 好看啊 看够了没有 杜明眼睛都直了 根本没有听见艾拉的 还没等杜明转过来 艾拉一拳将杜明击飞 到了夜晚 他们就近处在沙滩酒店 突然睡到半夜的时候 斯贝斯提醒杜明 有非常强的妖精石正在对你发出邀请 杜明按照提示 独自一人来到了酒店后面的树林 想看一下这个强大的妖精石 到底是何方神伤 不远处一个神秘人在 带着杜明的出现 看到杜明走了过来 神秘人说道 跟我来 看到杜明留意了一下 他表示不要耍滑糟 除非你要连累你 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杜明 这个神秘人是有辈来的 于是悄悄地拿出手机 给艾拉发了一个信息 等杜明再次抬起头一看 那个神秘人居然消失了 他不断地巡视四周 原来那个神秘人 不知什么时候飞到了面前 那种卡机声 那人腰上跌了两把剑 全身都透着杀气 此时杜明想要 思贝思查一下对方的资料 可是思贝思 却表示资料搜索无法查询 突然一道寒光闪光 神秘人瞬间来到自己面前 手上的长剑朝自己披露 动作和出招的速度极快 还好杜明的闪现完没动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原来是艾拉和妹妹 已经招跑了人间 即使很快 艾希看了一眼杜明 你没事吧 杜明转过头看了一眼艾希 回复到我没事 艾拉朝杜明说了一句 幸亏你没有莽撞 即使给我们发了气息 艾拉告诉杜明 这人是妖精始终有间战役之一 人里不欺费 沈飞 怪不得我感觉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飞行全场 那脚好像完全真度有亏 艾拉大喊一声 你们人里会什么意思 沈飞冷冷的回了一句 跟你们无关 紧接着他召唤出一条巨蛇 巨蛇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气 几人瞬间都无法动他 沈飞来到杜明升行 表示要用杜明担不过招 杜明只好开启武装夹奈 召唤出自己的长剑 沈飞一剑劈了过来 杜明随即掏出长剑的力量 这时杜明才看清 其实沈飞根本没有出剑 竟然是刀鞘 杜明被强大的力量震飞了好轮 这家伙却却不同意击 就让人难以招架 你的攻击没有一丝杀余 真的让我厉害 地旁的艾拉伸之杜明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就说 这样我当然要看看 你对不对拿出杀 此刻杜明和艾拉 都被眼前这一页吓杀了 一时间都不知如何是好 艾拉也开始变得目光呆滞起来 沈飞收回了长剑 艾拉的伤口瞬间心血喷涌 紧接着身体缓缓地倒下 看到自己的女神倒下了 顾明撕心练肺地哭喊 一个剑冲向了艾拉 杜明抱起了躺在地上的艾拉 看着她掩掩一息 杜明心如刀脚 爱惜哭喊 姐姐你不能这样多小我 我再也不要听了 一旁的沈飞继续激杜明出招 这样你应该有干净了吧 此时的杜明 血压不断地闪生 内心的愤怒不断地膨胀 嘴里默念着 我要杀了你 由于怒气质不断地上涨 她的头发全都变成紫色了 眼睛已经变成红色 眼神里透着杀气 紧接着杜明全身长出紫色惊机 伴随着强调的门量 沈飞对此只是轻叽了一笑 只见三个一模一样的杜明动身一跃 拿起长剑砍向沈飞 这正是沈飞也没见过 这也不像分身术啊 难道是杜明扭曲了空间吗 打斗声传遍了整个树林 杜明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了 毫无保留的战斗 沈飞心想 这小子力量还是了得 就是精准度还差点不厚 杜明已经是近乎疯狂了 眼神中全都是杀意 随后杜明召唤出紫色能量球 朝沈飞冲了过去 沈飞还在思考 这是什么招式的时候 能量球已经击中了他 瞬间被击飞 沈飞掉落在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当杜明提着刀追过去的时候 沈飞又消失了 杜明大喊道 你个杂鱼 难道你就这点本事吗 沈飞听到杜明喊他杂鱼 他彻底忍受不了了 紧接着 利刃出窍 嘴里说着 那就让你如愿以偿吧 说完他拔出长剑 散发着火红色的刀光 耀眼的刀光伴随着长剑 劈向了杜明 瞬间感觉天都要亮了 只能看见一道强光在靠近自己 等杜明反应过来才发现 身后的dota被劈成懒半 原来沈飞没有杀自己 躺在地上的艾拉 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杜明 看着心爱的女神 为了自己成了炮龟 杜明伤心欲绝 此时的沈飞收回了手工的长剑 对杜明说了一句 你没有让我失望 下次我可会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你转身扬长而去 杜明拼命地奔向艾拉 一边打电话给小山 自己有事先走了 这时艾希已经背着姐姐 飞在了半后 嘴里还念了 姐姐不要睡着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殊不知眼前这一切 都被躲在一旁的小山亲眼里 小山放下电话 心里还在想 杜明他们还有什么样的事 瞒着自己 由于就是及时 艾拉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 看到姐姐醒过来 艾希激动地哭成了泪 地旁的杜明看到心爱的女神得救 瞬间感觉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放弃 这时杜明转身打开房门 叮嘱艾希照顾好姐姐 自己要去买点东西 杜明走在大街上 心里还在想着昨天发生的事 这个人也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 和艾拉他们的方都是一样吗 沈飞 为什么要伤害艾拉 本来是真度 却没有伤害我 也没去找我体能了解你 不对 我要主动了解一下 杜明选择了一个进口 想她也回去 走到一个小子痛时 忽然想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遇见艾拉的图 突然杜明感觉有一股不形的欲 感觉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非常的不容易 杜明继续往前走 紧接着背后传来了 想要的女士高跟鞋声 随后发出了清脆的啪啪声 杜明停下脚步 但是身后的高跟鞋并没有停止 那声音越来越小 离自己越来越近 此刻杜明心里一阵烦躁 一个接一个的 跟他妈的苍蝇一样 随即 一个靓丽的少女 手持一把美工刀 出现在杜明的视野 那个少女静止地走向杜明 手里推动着美工刀 发出清脆的啪啪声 突然他加速冲向了杜明 只见他二话不说 拿着美工刀 直接朝杜明的脸部拔去 还好杜明躲得及时 紧接着少女 抬起腿就踢向了杜明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群体 害不杜明当自己的了 这一脚下去 杜明手里的东西被踢飞 把自己买给女神的东西踢飞了 彻底激怒了杜明 只见他直接开启武装夹载 拿出长剑 双手握住长剑 纵身一跃劈向上 只见少女轻声而起 做起了瑜伽洞 做给楼上的朋友送福利 眨眼间他双脚踩住了杜明的长剑 美工刀又一次朝杜明的脸 拔了过去 楼上的居民还以为是谁家装修 破口大骂 谁家装修这么大声 没有一点功德性 话还没说完呢 忽然一声巨响 墙被击倒了一片 两人的打作声传遍了整个楼道 现场无烟瘴气 那少女动作轻盈 一时荡会还制服你 让杜明头疼的是 周围都是居民楼 动静还不能搞太大 空间有限有点失展不开 那个少女可没有顾虑这么多 再次冲向了队 紧接着他凝困而起 再次给杜明送福利 这女孩子打架最好不要穿群 随后又送上一个高梯 这个少女出招不快 一套动作行人流水 一气温暢 少女加弹的输出 这一刀好显滑过了杜明的 杜明只有招架的份 根本没有机会触动攻击 当靠近一些的时候 杜明发现这个少女双目无神 精神状态看上去有点不正常 好像被谁控制了灵魂一样 虽然目光呆滞 但是动作毫不逊色 就在少女步驻一致的时候 杜明突然感觉少女身子一览 力量消失了 正当杜明一脸冷圈的时候 少女身子一斜 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在她的身后出现一只带着活住的时候 杜明抬头一看 一个身杆火辣的老大女子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看到这个女子邪魅的笑脸 杜明用剑指着她问你是谁 没想到这个女子只是笑了笑说道 你不记得我吗 杜明一愣一愣的 心里想着我怎么这么多美女朋友 想了片刻 杜明惊惚 我知道了 你就是烦心 没想到你居然是妖精使 哈哈 真没想到你也成了同类 以前因为身份特殊 所以不能和你太亲密 现在好 成为妖精使你觉得如何 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 遇到一些糟糕的事 但是也不完全都是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杜明的住屋 杜明表示自己的两个朋友在桌上 随即两个人一起来到楼上 艾西打开门一看是杜明回来 杜明询问起艾拉感觉好点点 这时艾西还注意到杜明身后还有个女人 杜明看着艾西的眼睛始终盯着反省 不要管 杜明也是一脸吃惊的害得艾西 樊心站在那里赶导物 还没等两人开口 艾西又开口说 给我滚出去 艾西你这是怎么了 我让你给我滚出去 你听不懂吗 艾西指着樊心说道 她是人理卫 其中罪之一女之心 杜明心想 人理卫差点让自己丢了心爱的女神 想到这里 杜明的怒气质不断上升 全身都散发出紫色的烟味 人理卫的家伙 我绝对饶不着你 艾拉叫了一项面里的手 劝她不要重演 艾拉表示自己已经没什么事 不必要大股干脱 对于沈飞过机型为我表示歉意 具体赔偿我们不派人女方桌鞋上 这是我非人的歉意 你们应该也认识这个吧 艾西一看惊讶不已 这是加强行恢复样 一万美金一刻 杜明则表示 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谁知道的 满天心表示自己如果有什么意图的话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你们三个一起都不是自己对手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杜明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小山 刚准备解释什么 直接被小山对挥着 你们昨天发生的事 其实我不看在你 杜明连忙给小山解释 我之所以瞒着 真的不想看你们牵扯进来 小山表示如果不是自己亲眼目睹 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没想到你居然瞒着自己 真是不拿我当朋友 而且还有这么漂亮的CP 也不介绍给我们认识 小山说还有一件事有必要告诉你们 其实昨天夜晚看到这件事的不只是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人 满天心表示自己早就怀疑过他 只是他并没有其他的行动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试一下 杜明表示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 反正也可以试一下 满天心凑到杜明跟前 笑眯眯的看着杜明 感谢你的信任 杜明回复道 有什么办法 说出来听听吗 其实妖精使气息的本质就是不舍 满天心表示自己的能力便是控制所有的不舍 如果这个女人和那个风筑控制的少女是一样回来 或者是妖精使的话 我一眼就能试 如果真的是普通人 会不会伤害到她呢 放心吧 如果是被改造的普通人 我可以使用幻想 第二天杜明独自一员来到了学校 面前一个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原来是那个舔狗陆坤 不管好意的给杜明打了声招 这种人杜明也懒得理 于是让她走开 陆坤看到杜明对自己不屑一顾 然后大喊一声再给我说一句 杜明又重复一遍 你给我走开 听不懂吗 陆坤一把拽住杜明的衣领 别以为你是艾拉的表弟我就不敢动 还没有我追不到的你 快说艾拉是不是在你家里 现在杜明哪里还是以前的一个风筑呀 伸手就是一拳 陆坤被打得满地长牙 杜明冷冷地回了一句 关你屁事 有撩妹这经历不如放在学习上 看着杜明扬长而去 陆坤内心非常不愤 大喊一句杜明你给我稳的 紧接着欧曼老师从台阶上走下 只见他停下了脚步 感觉眼睛一晃 被眼前的一幕吓出一身冷汗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约翰逊吗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只见约翰逊用愤怒的眼神看着自己 欧曼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呢 只见约翰逊手握长枪 向自己冲了过来 攻击速度极快 欧曼一时间往圈了 随后把手伸进包里 紧接着欧曼从包里掏出一个 类似体会一样的武器 约翰逊手持长枪刺了过来 欧曼的武器发出强大的电流挡过去 此时欧曼才发现眼前的约翰逊消失不见了 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 杜明站在台阶上目睹的这一切 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吧 欧曼回过头一看 原来是杜明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这是你的能力之一吗 杜明 站在杜明身后的满天星回答 你猜错了 这是我 原理会的满天星真是个大人物 这么快就给你试过 怎么样杜明 你现在想杀了我 那你给一个我不动手的理由吧 欧曼只是无奈的一笑 从包里寻找的事 突然他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地给杜明 我是安全局 因为我之前骗了你 所以我也不会祈求你给人 我最近你只是为了了解你的威胁 那难道你觉得我是个威胁吗 你误会了 我们一直都是和妖精使谈判 为世界争取和平论定 但是有很多妖精使没有功德 竟然对普通人下属 造成世界局势痛 而普通人也只能武装自己保命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寻找 有良知的妖精使进行合作 你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天赐良机的 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合作 顾明 希望您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顾明不屑一顾地转步身走开 欧曼也只能一脸茫然的目送顾明离去 顾明心想着 拯救世界这种事以前只是在梦里才有的 没想到变成了现实 顾明只能呼唤着体内的斯贝斯 询问他自己该如何选择 斯贝斯表示自己只是无条件的服从顾明 自己能做的就是保护宿主大人 无论对错只能赢自己这次选 此时吃了堆了路 并念不下这口气 正在策划着等报 由于自己不是顾明的对手 所以只能寻求校外的势力来对付 欧曼朝教学楼喊了一句 顾明 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下普通人吧 顾明恍惚听见窗外有人喊自己 但是又听不清喊什么 只见窗外瞬间一阵强光闪过 然后消失不见了 当杜明来到楼下 却发现地上有一个证据 杜明突然想起昨天欧曼老师拿出的证据 跟这个很像 打开一看果然是欧曼老师的证据 突然一只脚出现在杜明的眼前 杜明抬起头一看 原来是陆昆带领一群人挡住了他的血 一个黄毛怪嘴里叼着烟 陆昆狗状人士叫嚣张 老大就是这个家伙昨天打落 杜明愤怒的眼神看着这一群小杂鱼 黄毛怪丝毫没有犹豫 让其手下的小弟直奔主 这群杂鱼跟吃了药一样 异常的亢奋 直接冲了管 陆昆丝毫没有闪躲 直接一拳干脑 一会儿攻复这群杂鱼备质的服服贴贴 现在一旁的陆昆此时猛逼 只是轻声哀求 不要再打脸了好吗 陆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跟我讨价还价呢 说完就送给陆昆一对熊猫野 随后几人被带到了治安室 同时被要求让家长来学校 黄毛怪担心自己现在被打得那么一样 那个人是黄毛怪的家长 听到这里 大背头冲到陆昆面前 恶狠狠地指着他 陆昆一把拽住他的手指 用力一摆 保安大叔大喊道 不许在这里打架 都躲点面子 大背头气得拉着黄毛怪转身走开了 保安大叔好心提醒 陆昆这个大背头有黑社会背景 劝他还是准备成效吧 陆昆表示随便他 不用担心了 确实陆昆想起欧曼曾说过妖精使危害的社会 看来危害社会的不仅仅是妖精使 这边的小正在责怪余网妹买的衣服太露 余网妹大声吼到你真是个嫌弃鬼 突然两个神秘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山惊恐地看见那两个神秘人 嘴里喊着你们是不是找错人 那人表示找他就是高明山 不会错了 紧接着一只魔掌身向行山 此时杜明的住所传来 蹬蹬蹬的切菜声 原来是满天星在展示自己的厨艺 颠锅掌勺 食材在宫里翻炒 一套动作行人流鼠 比旁的艾拉和顾明被满天星的手艺惊丹 看起来满天星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 其实内心也挺戏 几个人目瞪口呆的看着满天星 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美味的第三仙 艾希赶紧凑过来盯着眼前的菜 肥而独腻的冬坡肉 红双狮子后 此时的艾希已经馋得不行了 看着大家投来羡慕的目光 满天星心里乐开了话 艾希还撒起胶的嘴里喊着我不吃 艾拉教育妹妹这样子很无聊 杜明慰问着艾拉 伤势不复得怎样 艾拉表示 自己有妖精神的体质 加上满天星小姐姐的样子 已经没有什么话 杜明星不这样就太好了 满天星表示大家不用那么客气 直接叫我扫兜不可以 满天星 我看你们人以后的目的是 想拉拢杜明去你的阵营吗 哈哈 我看艾拉小姐姐眼睛已经透露出不和善的目光 是不是我让大家感受到了危险 杜明感觉火药味有点浓 也不敢说什么 只好低着头继续吃饭 满天星加起一块肉 伸到杜明的嘴边 意思是要亲手投食 杜明连忙说道 不要这么客气 还是自己来吧 还没等杜明把话说完 满天星就把肉塞进杜明嘴 坐在对面的艾拉 看见眼前这两个人轻轻握握的 点头续 杜明连忙对艾拉说道 你怎么不吃了 正当现场气氛急促尴尬的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杜明心里想的一定是小善 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穿着奇装衣服的人 你好 无奈传播福音之人 爱惜惊呼道 你是伊甸园的人吗 拜拉说道原来是神父 这时满天星走了过来 喊了一句桑莫尔 然后用手吹他 你来干嘛 他表示自己是为了内科亚的鲁莽行为 表示歉意 看来自己这么不受欢迎 真是让人伤了 其实那科亚挺不错的 只是因为自己一时失误了 受了刺激 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此时杜明表示自己对那科亚也不感兴趣 请你立即离开 桑莫尔说道 给你带来困扰我很抱歉 但是在反复大楼的天台上 有一场神圣的审判 希望你能到 杜明惊夫 审判是什么 自己完全听不懂 桑莫尔可是太遗憾了 我以为你对白天 像你托颜不逊的 几个扎蛋的结果 星子 白天的事 你什么意思 桑莫尔表示你来电池 我也只希望你一言千万 没有受邀之人 我也一样不欢迎 杜明心想 难道他们抓到陆坤他们吗 这到底不入里卖的什么样 当杜明回鬼头 他们三人都看着自己 爱惜表示 你不能去 这个家伙相当危险 埃达表示 虽然伊甸园形式极端 但是也都是针对你 对准 反天心则表示 不用担心 你去之后一个小时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杜明死跑了一下 说我知道 杜明来到天台 眼前的迹象让他一头雾水 一群穿着白色口装的人 纹丝不弄地站在那 陆坤看到杜明的人 感觉好像看到了救命到草 高松的喊道 对你明学 都是我的错 求你咬了我 求求你 此时陆坤和黄毛布尔父子 还是狗咬你 相不止 杜明说道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人性 杜明询问道 那你把他们导过来 是玩的哪一处 杜明表示自己 要心理人事兼儿 相信你也知道 这几个家伙的所做所 就算是放了他们 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需要延长 说到底他们 也只不过是 这事件的蛆虫罢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杜明冷冷地合了一句 我掉 这是一个白衣人 过来转出玉坤的头 一把提得起 木坤被下个面部扭曲 撕心位置的呼 紧接着他被带到楼口边缘 嘴里还一直喊 不要 算了吧 我知道错了 桑莫尔看过没有看一眼 直接命名白衣人之行 杜明看到有闲这一切 瞬间感觉脑壶一片空白 白衣人松开了手 陆坤立马掉了下去 杜明大喊一声 不要 你们住手 白衣人一脚踩住了 滑落的绳子 陆坤被吊在半空中 头朝下 已经被吓了个半死 桑莫尔质问杜明 难道你对他们 还会有怜悯之心吗 杜明表示 不是自己可怜他们 只是觉得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 都应该交给法律去制裁 桑莫尔冷冷的看了杜明一眼 你的意思 独的决定是错了吗 他们普通人犯的错 就应该由普通人来处置 我们妖精是无权处置的 桑莫尔表示自己 就有这样的权利 杜明瞪了一眼 你这就是在私事无套 此时那一群白衣人 一阵骚动似乎要冲过来 杜明也随即摆好攻击的准备 这时桑莫尔伸出手 示意那些白衣人退下 他接着说 这些人只能算是屈虫 难道就任由他们在世上肆虐吗 那样的话 世界将病得越来越肮脏 美好的生命会被玷污 杜明表示不管怎么样 凡人之罪就应该由凡人治 你这样做是违反了妖精使公约的 桑莫尔表示 有三个人不用受妖精使公约的约束 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他继续问杜明 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为好 杜明表示立法未攻 执法未明 退一万步讲 他们也是罪不至死的 听到这里 桑莫尔示意白衣人 把陆坤脱了上来 此时陆坤的裤裆已经湿了一片 桑莫尔继续反问道 若执法者不攻呢 杜明回答那就交给公正之人执法 桑莫尔哈哈一笑 说着很好 然后合上了经书 紧接着一道强光亮起 杜明被剧场面心呆了 下次再见吧 说戴妖精使杜明 说完便随着光线消失不见了 杜明还在闹闹闹 他怎么知道我是坐戴妖精使呢 一旁的陆坤这块嘴面停了 杜哥求你放过我吧 之前是我狗眼看人逼 杜明说好啊 我这就来放了你 说着杜明一脚踢了过去 顿时天台上传来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桑莫尔回到了基地 他需要跟他背后的神主复命 神主 十二星的天平人选已经刊定 是一个初代妖精使 好的桑莫尔 你做事我一向就要放心 我会许助神主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赴汤导火再做不辞 这边的欧曼得到情报 带领特种部队冲向楼里 放眼一看 现场跟情报完全不服 这也不对 此时楼顶上只有陆冯他们三个人 被捕的死死 随后欧曼在天台的地上发现了一个证件 捡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曾经遗失的那个证件 这也不对啊 我也没来过这里 不可能是我自己丢到这里的吧 一个队员走了过来询问欧曼 这三个人该怎么处置 交给司法机关的 我收到有人举报 他们的犯罪记录都早着 欧曼怎么也想不通 这么详细的情报竟然还是扑了空 也不知道杜明见了谁 看来他在妖精使里的地位不容所属 杜明询问斯贝斯 自己的性格是不是变了 斯贝斯表示 杜明体内的战争人群已经和主人格在进行融合 这也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杜明听到斯贝斯的话 还算释怀了不少 不过还有坚实让我感到迷惑 那个神父和战争人群记忆中的拿鲁尼场相比 如此相似 他们什么关系 还有那个神父萨莫 到底有什么误会 斯贝斯表示因为资料受罪 这些暂时都无法查询了 杜明闹了目的在大街上走 突然身后有人在呼唤的自行 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鱼网妹 面前两个大球非常要用 杜明一个剑步冲过去观球 鱼网妹见状一把抱住了杜明 哭泣的告诉杜明 求求你救救小山吧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要急慢慢说 小山怎么回事 小山才被两个神秘人给绑架了 他们还让我告诉你 如果想着自己的朋友 就亲自去找他们 听到这里 杜明怒火攻心 咬牙切实 这两个文章竟然看非我毛尿 我要废了你 小山被囚禁在一片废墟里 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奈 地旁的两个神秘人 正在等待杜明的出现 一边商量着如何焚躁 他们的目的是 引诱杜明出现 然后驱走他体内的妖精盒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 打破了门迹 紧接着一道紫色光波闪过 只见地上出现一道 很深的裂粉 两人被惊呆了 其中一人已经有点胆怯了 心想着好险就伸手一挫 杜明手持长剑 还是我不够不断 要不然你们就躺地上 其中一人说道 大哥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另一人说道 怕什么 他只不过是一个越不到的妖狗士 杜明随即召唤出一个紫色能量 赵把小山包裹 你小子我真懒了 看来你还挺勾一姐 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妖精盒 然后束手就停了 说完两人拿出了武器准备出战 杜明表示自己从不杀无名水被 速速报上名买 双方被制整 其中一人说道 你猜吧 杜明回复道我猜了不猜 话音刚弱 杜明一键劈了过去 顿时其中一人的武器被砍成两半 这人惊呼道 什么鬼 速度怎么如此之快 另一人拿起大刀就砍向杜明 杜明则是空手捏住了大刀 这两个家伙看到这阵势 脸上的汗不出来 竟然拖手揪住了刀刃 杜明猛的用力 把那人直接掀起来了 紧接着一掌 那人直接被干飞起来 就你们这三脚猫的工作 也敢玩绑架 真是丢人 不过也就是你们这几拖碎 他不用这种手 你个小鬼 做人不要太嚣张 告诉你我也不是好人 接下来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于是他拿起武器 顿时地上的尘土飞扬 看来他是要使出必杀井 杜明惊呼道 原来是严属性妖精士 那人腾空而起 手握三叉戟 快速地朝杜明刺了过来 不过杜明根本没有 把他们两人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天空瞬间变成血黄色 一道白色射线闪 那人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竟然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听到有人喊了一句 人理会的判斗 原来是人理会的沈飞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沈飞的出现 让那两个人吓破了膽 拼命的逃跑 杜明见状追了过去 小桃没那么容易 沈飞一个位移 冲到了杜明的前面 杜明问道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沈飞回头瞟了杜明一眼 说道 我不是来对付你的 与你不关 杜明猜想着 这一定是人理会的内乱吧 只见沈飞静直地追了过去 杜明才想起救小山要紧 于是他赶紧给小山送掉沈子 老高你怎么样了 说话呀老高 此时的小山已经沿引一息 谨慎微弱的呼吸了 当杜明松开小山时 小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全身体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老高 你没事吧 你可别吓我 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呀 突然不远处 那个被除掉的家伙 身体开始散发出金黄色的光 一时间光球缓缓地升起 飞到了半空 突然那个光球开始加速 瞬间飞到了小山的身上消失了 难道是刚刚那个 被沈飞杀死的妖精时 体内的妖精和选择的小山 紧接着一声巨响 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 一个金黄色的能量照入了出来 这么说就这样开始花钱了吗 只是和自己当初有点不一样 这样一来 小山也成为了妖精时 也是自己的同类了 沈飞拖着其中一人 经过杜明的面前 杜明上前去拦住了沈飞 他随即掏出了长剑 指向了沈飞 杜明知问道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 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沈飞就回不来 与你无关 怎么叫与我无关 你们人理会三番五次的 出现在我的周围 而且这次还对我一个 普通人的朋友下手 沈飞表示 他们组织内有蛛虫 而这些就是那些蛛虫的爪牙 具体情况还在查 本来他们的妖精 是我应该收回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 我也懒得管了 上次一别 你的功力有所进步呀 感觉还不错呀 陆明继续说道 不管你们人理会搞什么鬼 以后不要像苍蝇一样 出现在我的身边就行 说着沈飞掏出一个奇怪的玩意 他按了一下按钮 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斯贝斯告诉他 这是一种关于空间能力的技巧 可以让其他人也能使用 就在此刻 小山身上的能量罩开始发生爆炸 顿时地上无烟降气 不明呼喊着小山你没事吧 当烟雾散去 小山躺在地上 全身闪烁着金黄色的云光 看来应该是破解成功了 当小山恢复意识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中 自己的腿已经被杀走来了一半进去 放眼望去 一片荒凉 只有无尽的沙漠 就在这时 小山的下半身开始长出石块 紧接着上半身也开始长出石块 小山一边掰掉身上的石头 一边嘴里喊着 这是什么呀 赶紧滚开 瞬间 小山的全身都长满了石块 看上去就像是穿上了盔甲 小山仰天长笑一声 睁开眼发现 余网妹和杜明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山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是做梦呀 余网妹看见小山醒了 赶紧扑了过 嘴里说着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完立马扑到小山的怀里 这时杜明对小山说 发生的这些事 墨柔他都知道了 小山自己也难问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 余网妹哭得那么伤心 督明说 老高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你已经是一名妖精使了 就在你昏迷的时候 那个被杀的神秘人 体内的妖精盒选择了你的身子附体 小山大叫着 什么我也被妖精附体了 这是真的吗 小山告住余网妹 脸上却流露出得意的表情 杜明则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的 帮助小山完成妖精使 现在就要给小山灌输能量 帮助小山完成开机 杜明继续告诉小山 每个妖精师体内都有一个妖精盒 想要使用她的能量 就必须唤醒她 唤醒她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让她自然觉醒 二是借助外力让她觉醒 这样把你先脱掉衣服 小山非常爽快的说好的 话音刚落 小山就脱掉了裤子 身边几个妹子直呼太大眼睛了 杜明赶紧制止 谁让你脱裤子的呀 算了 不脱也行 我加大能量灌输也可以 正当杜明准备开始的时候 小山叫停了 询问杜明 看你这架势有点怪吓人的 到底疼不疼呀 杜明回过头和艾拉对视影 回想到自己当初和小山一样 杜明随即回复道 不怎么疼 就是有点像蚊虫叮咬一样 于是杜明开始发疯了 瞬间满屋充满了紫色光线 杜明突然停止了灌输 感觉自己可能有点用力过猛 还不知道小山撑得住 杜明这才反应过来 好像忘了询问小山的适配率是多少 小山回复道 应该是80% 听完杜明都惊掉了下巴 激动的说道 我这就算成功了吗 杜明告诉他 虽然已经成功了 但是你要永远 记得 一体内的力量不要对普通人出手 还没等杜明把话说完 小山伸出手就试了一下功力 杜明调侃道 小山你是要给我拆家吗 就这样轻轻一整 强体立马被干了一个呼噜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木尔那里 让他欣喜的是又出现一个天术不错的人 教室里几个妹子正在讨论 喜欢骚扰女同学的陆坤被退学一时 这时拥有傲人身姿的艾拉 自信的走了过来 刚走远 那几个妹子的话题就转移到艾拉的身上 这不是那个转校生艾拉吗 好久也没有来学校上和 这边的小山正在跟同学们吹嘘 自己玩游戏的牛批战机 刚好杜明从他们几个身后走过来 看来小山没有被妖定使的事情受到影响 这时能为大叔来到教室 哪个是杜明 有人找你 杜明想着 大白天的谁到学校来找自己 就在这时满天星和艾希拎着几包东西走进来 我靠 杜明脑子问了一下 这是玩哪一出啊 原来是满天星和艾希来给自己送饭 杜明甘大的喊道 你们怎么跑学校来了呀 满天星回处道 给男朋友送饭 不应该吗 这是全班同学都投来的羡慕着目光 杜明这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身边这么多大球妹陪着 艾希指着满天星大叫起来 杜明什么时候是你男朋友了 你这么心机吧 满天星只是亲生回了一句 哎呦 艾希小朋友怎么对我找男朋友这么敏感呢 就这样 两个女人围着杜明 你拉我拽了 班里的同学都看呆了 班里的单身狗实在看不下去 杜明真是个畜生啊 小他两只船 竟然连个小朋友都不放肚 真是天理难容呀 听到这里杜明赶紧解释着 不是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一边无奈的对两个妹子说 这是学校不要闹好了 放学后 杜明表示接下来这段时间 要训练小山一些实战经验 他还告诉小山 决定妖精使能力强弱的还是战虎人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萨莫尔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杜明心想着 这人又想干嘛 萨莫尔直接开门见山 想要请他们俩聊一聊 我相信你们两位很感兴趣 杜明轻声的告诉小山 你要注意点 这是一个很强的妖精使 随后两个人跟随 萨莫尔来到了他的基地 杜明说 你这是哪一出 不会又是审判什么的吧 萨莫尔表示 你上次的处理方法很好 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我们立志于营造一个没有犯罪 压迫 病痛 击恶的新世界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持见人 对饭托的人进行审判 听他讲完 杜明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杜明表示自己只是一个高中生 根本不想成为什么持见者 旷帖国家有法律法规 我们妖精使更不应该干应 说完便转过身 说了一句小山文童 此时的小山好像还沉浸于萨莫尔的演讲 回到家 小山拿出自己家曾经的全家户照片 沉默 难道真的可以营造一个没有饥寒胶破 病痛折磨的新世界 小山回想起 坐在父亲肩膀的那些日子 一天小山的父亲接到一个危险的任务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歹徒击中 不幸牺牲了 小山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父亲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小山 长大后一定要做一个勇敢人 小山一下被惊醒了 原来又是一个噩梦 每次噩梦过后 小山都感觉心里嫩的慌 于是穿好衣服准备出去走走 刚走到一个小巷子里 就看到两个歹徒 拿着刀对一个女孩实施侵害 这两个歹徒也是丧心病狂 一人抢走了女孩的包 另一人则准备上手捏球 小山回想起父亲曾经教育自己要 做一个善良勇敢赴也正义感人 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人 此时的小山心里的愤怒不断的膨大 只见他快速的冲了过去 伸手就是一曲 另一只手揪住歹徒的衣领 用力一把将歹徒举了起来 还没等歹徒反过来 就被小山摔倒在地 将歹徒制服后 小山回过头安慰着那个受害的女孩 就在这时 萨莫尔走不过来 他静止的走到女孩面前 用手指在女孩头上施了法术口 女孩睡了过去 萨莫尔表示等女孩醒过来后 身上的伤痛就会消失 你还会治疗他受的伤 小山惊讶地问他 萨莫尔说 肉体上的伤他可以治愈 但是心灵上的伤自己也无能为力 紧接着他问小山 准备怎么处置这两个歹徒 小山听到歹徒这两个字 心里的怨恨就如然而生 他说道 我恨不得把他们都杀掉 话音刚落 萨莫尔归供一下经书 瞬间一阵强光朝歹徒刺了过去 嘴里还说着 那就如你所愿吧 小山惊呼道 你竟然把他们都烧了 转眼歹徒被烧为灰烬 萨莫尔说 你刚刚不应该迟疑 你这样很不好的高维山先生 他继续说道 如果留这些渣渣在世上 就会有更多的人像你父亲一样牺牲 小山质问萨莫尔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 萨莫尔则表示查这点信息 对我来说根本不算 你不要忘了 尊促教育营的话高维山先生 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勇敢的人去拯救 忽然眼前亮起一道光柱 萨莫尔一边朝光柱走去 一边说 伊甸园永远欢迎你高维山先生 不然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有资格成为一本利剑 斩禁着世间的罪名 说完他便随着光柱一起消失不见了 这一期工厂里传来了一阵阵打斗的声音 时不时伴随着爆炸声 原来是杜明在陪小山实战训练 由于小山和杜明体内的妖精 不是一个量级了 所以一次次被击费 杜明也是一次次的将小山扶起 小山询问杜明 你的技能哪里学的 怎么那么牛皮 自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杜明表示只是自己体内的妖精特殊而已 其实小山已经不错了 才几天时间就可以适应战斗了 回想起自己当初那才叫一个菜 照你这么一说 我岂不是可以交一把吗 对了小明 告诉我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知道你问的意思 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善恶共存的 杜明接着说 虽然一切都还不够完美 但是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不和平 也没有纵容犯罪的滋生 所有人都在努力的为了美好世界做着贡献 突然小山停住了走 杜明回过头看了一眼 小山你怎么不走呢 小山只是怪异的说一声再见吧 虽然感觉小山有点对劲 但也是应声回复 那就明天见吧 另一边胡同里传来了呼救声 一个长相猥琐的黄毛正在拼命的奔跑着 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狗肯尼 抬头一看 一把长剑立在自己面前 还好是自己行会的大佬 伊甸园的美女菲瑞闪亮登场 看到是自己的领导 这小子连忙说道 大人救救我爸 我已经暴露了 人理会的人追过来 菲瑞狠狠地说了一句 真是个没用的狗东西 你把事情搞砸了还有脸来见我 还望自想要对付神父看上的人 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 对不住了大人 小的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救救我爸 这时沈飞走过来 嘴里一边说着 安插在我们人理会的叛徒是你的人 不过有点眼生 好像从来没见过 菲瑞只是朝着沈飞邪魅一下 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 你要是赢了我 那我就告诉你 我的兰志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 说完菲瑞舔了一下刀人 菲瑞双手握剑 猛烈一击 把刀光劈成两半 菲瑞的大球被腾痛而起的沈飞一打无鱼 沈飞还沉浸在幻想中 菲瑞已经来到了沈飞的身后 你个渣男 看够了没有 不好意思永远了 说完一刀打不过去 紧接着菲瑞又舔了一下刀人 自信地说道 这把剑可是催了世上最厉害的毒 此时伊甸园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唯一缺席的就是菲瑞 这次的主持会议的是神父三莫 他将给大家带来两个好消息 其一就是已经得到达摩克斯钥匙的消息 一旁的神女表示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其他一些元老也都附和着 我都快等不及了 早就想大战一场了 神父继续说道 第二个消息就是请大家欢迎我们的新同伴家人 他就是十二星座的天秤代行者 高维山先生 这边的菲瑞正在忙着和沈飞决斗了 毕竟沈飞也是七中队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 菲瑞出招速度很快 一个剑步来到沈飞面前 由于沈飞过于轻敌 一下被击飞 菲瑞嘴里叫嚣着 今天就是你的继人 随即沈飞驶出了破空战 瞬间一道红色的刀光劈向了菲瑞 但是菲瑞看上去对沈飞的出招非常的了解 沈飞酒精沙场 剑状立马化了破空二十 一声巨响过后 一个暴击准确的命中菲瑞 沈飞得意的说道 哈哈这招怎么样了 菲瑞被狠狠的击落到地上 沈飞轻力一笑 就这点本事吗 菲瑞听到沈飞在嘲笑自己 怒气暴涨 紧接着他准备开启武装变形 只见他面部抹曲 全身散发着强大的电脑 沈飞也知道 这个时候必须要速战速决 于是使出了必杀技 瞬斩时刻 菲瑞全身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刀痕 其内心还在质疑 这怎么可能 无数的刀光将菲瑞劈成碎片 一切都结束了 让人奇怪的是 在他的体内并没有发现妖精盒 转眼到了放学 杜明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还在疑惑 小山怎么请假了没来上学 按道理说不应该的 拥有妖精附身也不会生病的 莫非是自己昨天出手有点重吗 就在这时 余网妹急匆匆的找到了布铭 不好了杜明 小山他不见了 余网妹表示 小山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个信息 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然后就消失了 杜明回想起 昨天小山的种种异常表现 于是惊呼一声 不好我知道了 还让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杜明随即拿起了电话 是安全局吗 我找欧老师 欧老师知道情况紧急 以最快的速度 把妖精能量的定位发给杜明 伊甸园那边正在收集大量的妖精士 因为想要开启阿摩克斯新世界大门 必须要大量的妖精和提供能量 此时的小山已经加入了 收集妖精盒的行动中 杜明按照欧老师给的定位 及时赶到了现场 杜明质问小山 你怎么能加入他们一起 小山则是藐视了杜明一眼转身 就准备离开 杜明大喊一声 小山你给我回来 不要去啊 正当杜明准备追过去的时候 上次和杜明交战的少女冲了过来 你好呀杜明小朋友 杜明丝毫没有犹豫 立即拔出了长剑 紧接着对方一个金毛冲了过来 让我来吧 杜明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手持长剑冲了过去 只见他纵身一跃 加大了玛丽砍向了那个金毛 杜明这份力一击 似乎并没有对金毛造成任何伤害 原来这个金毛是十二星座的狮子代行者 欧格斯特 金毛一脚将杜明踢飞 嘴里还说着 吃饱饭再来吧 艾拉剑撞手持双剑 飞向金毛的头顶 还没等艾拉出招 金毛直接徒手捏住了艾拉的脸 一只手将艾拉砸向了杜明 此时的杜明已经压制不住内心的怒 不过女王的反对 强制加弹马尔米能量 顿时紫色能量冲击波伴随着长剑向金毛写 由于太过勉强的加弹能量 杜明手中的长剑瞬间碎裂 强制加弹能量对杜明身体伤害还是很大的 金毛见状狂笑起来 怪不得神父那么看重你吧 你肯定还有更狠的招数吧 赶紧使出来大家瞧瞧 就在这时候对方一个戴帽子的妹子 随金毛赶紧撤 不要耽误了神父的计划 这个妹子是十二星座的巨蟹来形成 于是两人迅速地走向了传送门 杜明大海的 你们伊甸园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拐走我的朋友 巨蟹回头看了一眼说道 我们伊甸园一切事宜都是自愿的 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你总不能左右别人的决定吧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在夜空中 杜明他们却无能为 蓝天星和艾希也闻讯赶过来 杜明内心极度地自责 一拳打在地上 艾拉走过来安慰道 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以返回方舟 以我们的势力从伊甸园要人 这样你也可以跟小山好好谈谈 蓝天星也表示方舟现在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人理会现在也是乱了 杜明星想只能如此 艾拉已经帮杜明安顿好了一切 于是几人驱车前往方舟基地 经过一天的车马劳顿终于到 当杜明下车的那一刻 简直有些质疑 这不明摆着是一片荒漠吗 哪里是什么基地 直接艾拉掏出手机讲了一句 方舟干员 艾拉 克莱门斯 连号52 请求通信 随即地面不断地震动摇晃 感觉地震一样 杜明好险没有站过 紧接着 一个异常威武的装甲式的大门拔地而起 艾希得意地说道 我们基地是不是有眼霸气 杜明连忙说厉害厉害 打开门迎接他们的是方舟干部安德烈 也就是他们的父亲 见了面安德烈一把抱住艾希 这场景好像哪里见 艾拉咳了一声 杜明我给你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琳达阿姨 也是我们方舟的干部 你好年轻人 欢迎你的到来 旁边那位是我们二部的部署 也是我的父亲 你就是杜明小兄弟是吧 早就听艾拉提起杜明 随即伸出手 十一要和杜明握手 杜明连忙伸出手回礼 大叔你好 杜明惊呼 好强的万力啊 艾拉健壮大喝一声 父亲你干嘛 父亲表示自己 只是想跟杜明小兄弟打个招呼 请你不要跟小孩子一样 这时琳达阿姨说 好像有客人来了 不一会儿一架直升机 出现在基地的上空 当机枪门打开 原来是满天星 杜明直接弄住了 他怎么来了呢 还没下飞机 就热情的向杜明打个招呼 还没等杜明反应过来 满天星冷的拖到杜明的怀里 艾希看着心里酸溜溜的 你个坏女人 这是我们的地盘 麻烦你注意形象 真是不知廉恥 居然自己跟了过来 满天星表示自己并不是偷偷过来 他是作为人理会代表 来进行友好访问的 随后 安德烈示意大家进去聊吧 外面风沙大 进入基地之后 安德烈将杜明和艾拉姐妹俩 带到一间密室 密室正中央供奉着一个人形 杜明一看见这个人形 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杜明突然想到 这个人形从外观上看 很像自己体内拟来的轮廓 不知道他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形散发着强大的能量 因为受到某种强磁场感应 希尔弗他们也不得不显示 希尔弗凑近一看 这东西不简单 这应该是妖精的 安德烈表示 这是他们在沙漠遗迹里找到的 通过破解上面的信息 得知这是金锦女王的外置躯体 一旁的希尔弗惊呼 天呐 原来是金锦女王的外置躯体 没错 斯贝斯表示 这的确是自己的外置挂钱 希尔弗听到斯贝斯说 是自己的外置躯体 惊讶不语 心想这不是自己认的小弟 他原来就是女王吗 这是爱希大发雷霆 什么 杜明体内的妖精是金锦女王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骗我 艾拉表示不告诉你是为了亡命 按照你的信徒 你一旦知道 整个方舟的人都知道 安德烈表示自己 还是第一次看到女王的真容 果然是女王呀 和初代的气场完全不同 女王表示这个挂剑 费了很长时间才制作完成 但是没误了几次 那场大战后就被封存起 杜明连忙问道 照这样说还能不能用呢 女王说可以让切身试一试吗 安德烈说当然可以的 随便试 当女王靠近躯体时 瞬间散发出紫色的强光 艾拉激动的说 已经成功了 怪之躯体破解重生了 杜明被眼前这幕彻底惊怠 一套华丽的战俘呈现在大家眼前 这气场真不是美 希尔卓经过这才是女王的真实面貌 就连女王的眼睛里都透着强烈的紫光 菲瑞德斯很快传到了三磨耳蛋 一旁的巨蟹冷嘲热讽的说 垃圾就是垃圾 偷鸡不成反射吧 旁边的长面男子说 人都死了 你还是积点口德吧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 原来他就是十二星座的天蝎代行者 这时萨莫尔冷冷地说 不要吵吧 寻出凶手带来见过 看到杜明眼睛都看直了 女王害羞地朝杜明行了点 宿主大人 杜明这才尴尬的毛毛头说 你这变化真大 差点没有认出来 一旁的艾拉狠狠地瞪了杜明一眼 这时艾希走了过来 杜明跟我来一趟 琳达阿姨说要送你一样东西 于是两个人来到了武装区 原来是琳达阿姨给杜明准备的作战服 别说穿上之后 的确帅气不少 艾希表示这是学之都技术 纯粹是看在杜明跟女王的关系 自己都还没有作战服呢 当两人刚走到门口 外面有个人水持大刀 已经等过多时 原来这人是方舟干员 木吉 编号66 见到艾希他们出来 木吉及时跟他们相互打个招 原来是木吉听说杜明是新来的 能力挺不错 想要切磋一下 艾希圈杜明不要接战 因为这人能力有点忍心 但是杜明不顾反对 欣然接受了挑战 听说木吉又要挑战新人了 迅速引来不少为关的人 大家都等着看笑 杜明手持长剑 是一木吉可以开始 木吉则是一个箭步冲的管 杜明刚刚还在惊呼 这家伙速度果然快 突然他放满了脚步 慢慢悠落的小碎步走的 直接看满了杜明 正当杜明放松警惕的时候 木吉抽出大刀喊着 接招 杜明拿起长剑挡了一下 只见杜明手中的长剑顿时断裂 杜明看着手中的残剑 心想这怎么可能 木吉表示自己的能力就是脚戏 不管你是什么武器 只要是召唤出的武器 他都能痛苦过坏了 杜明直呼这能力是挺恶心人的 这时木吉调侃道 你要是没有实体武器 那就算输了 不如叫我一声大哥 这局算我们平手 就在这时 满天星走了过来 谁说他没有实体武器了 造真了 于是满天星抽出一把长剑 朝杜明喊了一句 接着 杜明手中的长剑 闪烁着紫色的光 于是回了一句 那就让我看看老哥的能耐吧 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此时的方舟人人都在议论 人理会的满天星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和杜明关系的木吉 木吉双手握住大刀 准备发起攻击 突然发现杜明消失了 难道这就是空间戏 还没等木吉反应过来 杜明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杜明一刀砍了过去 力量太强 木吉根本没法抵抗 杜明看着木吉 不好意思 你已经输了 围观的人都在议论 这小子竟然压制了木吉的格打 别看他瘦弱的样子 居然是蛮力行的 怪不得部长如此重视 木吉表示自己只是大意 他并不知道杜明拥有空间 和力量两种属性 杜明表示我们可以不用这些能力 直接晋升格斗 如果说了自己心出口 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格斗 只是一个回合 杜明直接将木吉摔倒在地 这让一旁的艾西感到非常震惊 平时感觉杜明就是个落机 没想到也有硬气 围观的同事都调谈道 木吉也太丢人了 竟然败给了一个新人 部长和艾拉他们也都纹身赶 都在干嘛这么热 看着自己的人一个个被击败 安德烈心中非常不喜 随即非常气愤的大喊一声 一群兔崽子 连个新人都打不过 让我的老脸忘买了 大家看到部长走不过来 顿时都安静下 部长静止地走向了杜明 好小子 要不来和我过几招 爱惜见状力马制止安德烈 老板你太不肯了 杜明他只不过是他一个多月的邀请 杜明则表示没关系 自己也正想和大叔较量较量 安德烈看着杜明 心里一笑 同事们都议论着 这小子太嚣张了 部长可是拳法高手 一会有他好受的 部长表示杜明可以随便打 自己先让他三拳 杜明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叔 于是一拳打过来 这一拳部长好险没有压制住 部长一把揪住杜明的拳头 用力一把将杜明抛向半空 杜明一个闪现逃了出去 殊不知部长也不是浪得虚明的 一个位移来到杜明面前 一拳将杜明积出十几一拳 部长感叹这小子 竟然能和自己应对一拳 其身体强度不容小觑 果然女王的宿主不简单 艾希质问父亲 老爸女儿无信 不是说好让他三拳吗 安德烈表示 你不想要爹了吗 这小子邪乎了 这事外面走完两个人 呦 打得这么激烈 也不通知我安德烈 杜明回头看了一眼 感觉到很强的妖精使气息 荆棘女王告诉杜明 这妖精使的气息非常强 杜明也感叹方舟 安德烈一把将杜明拉了过来 这回可不一样 比利不屑一步的说 虽然说这小子身份恶书 但是毕竟刚成为妖精使而已 就凭他吗 你太小看我没步 安德烈叫嚣着 要不你跟他过两招吧 两人对视了一眼 各自都不服对方 比利表示我自己 和这个矛头小子交手 传出去岂不是笑话 再说他也没有资格和我打 于是转身离开了 看来比利这家伙 还是一点没变 拽打架子 紧接着安德烈 开始跟杜明一套近乎 因为二部已经很久 没有拿到计算冠冠军了 他想让杜明加入比赛 为二部颁回一局 也得自己长长面 杜明无奈的看着安德烈 我是不是没有拒绝的许 安德烈表示 只要杜明愿意帮忙 自己女婿的位置还是空正 听到这里杜明差点呛到 他继续说道 逼电源那边自己也在安排交涉 你也不用担心 突然满天星过来 一把将两个拉开 随即挽着杜明的胳膊说 你的脑不正经了 别想着打我男朋友的主 安德烈说 你和他又没有实质性进展 再说他自己都没有表态 我怎么就不可以了 满天星一脸羞红的看着杜明 于是转个身 尴尬的走开了 到了夜晚杜明坐在床上 斯贝斯坐在房间内陪护着 杜明两只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斯贝斯的球体 斯贝斯问道 宿主大人怎么还不休息呢 杜明表示之前 斯贝斯都在自己体内 现在变成一个傲人身姿的女人 还坐在自己的面前 根本没有心思睡觉 斯贝斯表示自己明白了 于是起身给杜明到了去晚安 准备去别的房间了 杜明默默的看着斯贝斯 走出了房间 随即瘫倒在床上 心里还想着如何救出小山 就当杜明进入梦乡后 一双黑手伸向他 一双手捂住了杜明的嘴 杜明猛然惊醒 原来是满天星偷偷溜进来了 还示意杜明不要出手 看来杜明还真是钢铁直男 居然问满天星找他干嘛 满天星轻声的说道 笨蛋你猜我找你干嘛 杜明小脸通火 满天星凑到杜明的耳旁 说想要尸如了解一下 就在关键时和艾希跑了进来 眼前这一幕差点没有亮下他的眼睛 艾希气氛的说道 你这女人真不是羞耻 大半夜的跑杜明房进来干嘛 满天星说道 原来是艾希小妹妹啊 你进来不敲门真是没礼貌 这是我的地盘好吧 满天星反驳道 就算是你的地盘也不能无理 这次杜明问道 艾希你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呢 艾希表示不是自己 而是老爸有事找你 于是几人迅速的来到密室 看到杜明几人走了进来 安德烈喊着杜明来的正好 赶紧过来看一样东西 杜明惊呼 这是什么东西 安德烈表示 这是不属于三大势力的妖精使名单 灰色的代表已经死了 最近有很多妖精被杀 其中还有部分普通人 从现场来看是伊甸园所 杜明说 不是有妖精使公约吗 怎么还有那么多普通人被杀 满天星说 其实妖精使公约就是伊甸园为主导提出的 安德烈说现在伊甸园的行为 无疑是和妖精使公约被倒而止 杜明说 你们三大势力不是相互制约吗 现在这算什么回事 罢罪如此 其实我们跟伊甸园的了解并不多 他们一直都非常神秘 平时都是三无耳代表的伊甸园 这是一位同事让杜明过去看一样东西 杜明凑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段录像 这不是约翰逊的那个喜欢穿裙子的朋友吗 画面中看到一群伊甸园的人正准备行凶 不分青红皂白 只要不是三大势力的妖精 直接逐断 然后驱走体内的妖精 当画面贴近时 杜明惊呆了 这个行凶的不是别人 正是小山 杜明看到小山选择了极端的道路 随即陷入了沉思 安德烈拍了一下杜明的肩膀 示意杜明先待在方舟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新的消息 几日后 一年一度的季场比赛如期进行中 艾西告诉杜明 等其他人先上场 以作为最后压轴出场 地旁的满天星投来了暧昧的笑容 这是要给杜明娜助威 艾西表示这次参加比赛的有很多高手 特别是比利的得一弟子亚光 有她在 想要拿冠军很费劲 就在这时艾拉走了过来 询问妹妹有没有看到父亲 艾西联邦追问怎么 艾拉告诉大家 基地外面出事了 突然广播里开始播报 今天的比赛临时取消了 请各位干员到大厅集合 此时的艾德烈已经来到了基地外 比利也跟随其后 基地外面 已经聚集了很多三大势力以外的妖精士 其中一人喊道 是安德烈大人了 低电源的人已经疯了 又是伊甸园 安德烈提议要在基地外面扩建营地 于是他告诉比利 扩建营地的事就交给你了 然后转身进入了基地 伊甸园的探子正在给萨姆尔汇报 神父 名单上的妖精士有15名已经逃走 不过我们正在竭力追杀 萨姆尔表示 没事的 丢了几条死于烂侠 无必为此大费周折 接下来他便要混会这两大事 比利一拳重重的拍打在桌子上 伊甸园这帮家伙 根本没有给我们方舟放在眼里 安德烈表示 伊甸园这帮家伙 简直没有一点功德心 自己制定的妖精士公约 现在又出了反而 琳达也是赶到不愤 你看看伊甸园这段 是妖精能干出来的事 琳达劝阻比利不要发脾气 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 先把基地外的妖精士们安顿好 琳达继续说道 刚刚有了消息 伊甸园希望和我们会上一面 萨姆尔老师会给我们一个说 安德烈心想 这次又是萨姆尔 一旁的比利握紧拳头 兴盛地说道 这样是吗 我早就想做过这个神父了 方舟和任理会 应邀参加这场谈判 比利则代表方舟出席此次大会 等比利到了之后发现 原来任理会已经早先一步到达 代表任理会出席的是 七人史当中的三个 由此可见任理会 也是非常重视这场谈判 谈判的地方 选择在伊甸园的分路 欢迎各位到来 我等你恭候多时了 比利根本不是这一套 不屑一顾地说道 给我闪开 赏来这一套 三方势力都缓缓地走向了谈判桌 萨默尔轻声地问道 大家最近都别来无恙了 七宗最之一极度 直奔主题 你们伊甸园什么意思 比利也随机说道 今天你们伊甸园 要是补给我们一个说法 别怪我们方舟与你为敌 大家伤悟躁 先坐下来 我们慢慢谈 今天邀请大家前来 就是为了前段时间 我们清理妖精士做出回答 妖精士公约颁布有几十年了 而你们都有些失职 任由一些屈虫自身 听到这里极度直接准备献桌的 被旁边的贪婪一把拔住 萨默尔继续说道 而我们一直都在遵循公约 清理这些垃圾 比利大喊道 那这次被除掉的妖精士 并没有违反公约 甚至还有普通人 这一点你怎么说 那些普通人甚至比妖精士 都危害还大 你们两家都不愿意做的事 总要有人去做吧 你们想洁身自豪 这个我们可以不追究 比利此时怒游心生 你们简直就是强词夺语 殊不知 与此同时 伊甸园已经组织了大量的人马 空降在方舟基地大门外 而艾拉还正在和同事搜集 关于伊甸园他们内部的资料 对外面的情况浑然不知 艾拉看了一眼这些资料 感叹道 还是这些信息 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突然一声巨响 基地的大门被攻过 外面出现了一道强烈的光线 艾拉惊恐地回过头朝外面看去 原来破门而入的 正是伊甸园的武士 这些武士急速地朝艾拉奔袭 艾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其中一个武士 已经一技重拳出现在艾拉眼前 就在这时 方舟基地的警报响起 紧急通知 所有干员做好一级战斗准备 安德烈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 赶紧让部下前去寻找艾拉和艾希 部下立马起身冲出密室前 去支援艾拉他们 刚走出密室 就被一个巨大身躯挡住了去路 只见那个巨人一技重拳 将安德烈的部下击毁 安德烈箭奏 立马冲了过来 一拳打过去 那个巨人一把揪住了安德烈的拳头 嘴里还叫嚣着 堂堂战斗部的部长 出拳这么软弱无力可不行 你们是伊甸园的人士吧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原来这个巨人是伊甸园的 十二星座金龙代行者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拖住安德烈 另一边的比利 正在和萨摩尔激烈的争点 突然比利的部下冲了过来 不好了比利部长 刚刚接到消息 我们基地遭到伊甸园的袭击 比利这才意识到 自己中了伊甸园的调谷一山之间 人理会的部下也表示 自己的基地遭到袭击 比利已经开启了武装夹带 纹身散发出雷霆之光 人理会的三人同时也在蓄力夹带 几人同时与萨摩尔展开了激战 比利更是使出了雷霆一击 只见萨摩尔拳头一握 七宗罪的极度就被击飞 随手一挥 另外两人狠狠地跌落在地上 这时的比利纵身一跃 能量冲击波及将击中萨摩尔 不料他只是挥了一掌 立马将比利击退 倒在地上的比利惊呼 这是什么鬼 能力怎么如此强大 而萨摩尔只是微微一笑 各位多有得罪了 我只是需要向各位的势力 讨要一些东西 后会有欺了各位 然后他缓缓地走向了传送门 他的目的并不是对付比利他们几个 他还有更大的预谋 此刻对萨摩尔来说 最重要的是想要打开新世界大门 还需要一个初代妖精口 比利和人理会七尊对三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萨摩尔扬长而去 艾拉手持双剑 横空而起 瞬间将微风转化成能量 伴随着长剑砍向伊甸元的武士 强大的能量将武士击倒在地 可是艾拉释放的强大能量 似乎被武士全部吸收 艾拉感觉非常诧异 就连面前两个球体都开始膨胀起来 不管艾拉使出多大力量 对这几个武士好像并没有任何伤害 这边的安德烈握紧拳头奋力一击 一拳精准地扑到金牛的头上 这一拳将金牛打出几十米远 即便如此 也没对金牛造成实质性伤害 安德烈感觉非常不紧 这家伙是怪物 挨了自己这么多拳竟然没事 安德烈心想不能这样耗下去 需要速战速决 只见他浑身散发出强大的能量 连眼睛都变得严肃 安德烈使出了必杀技 跃升拳 金牛看着安德烈蓄力加载 终于拿出了真本手 安德烈一个箭步冲向了金牛 一拳击中金牛 接连几拳都重重了命中金牛的要害 安德烈这一击左勾拳直接命中金牛的吓得 爱拉也使出了必杀技 威风阵 还没等爱拉使出技能 那个武士一把掐住了爱拉的裹度 独手将爱拉举了起来 爱拉脸色苍白 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眼看爱拉就要领和饭了 突然一阵刀光闪过 武士的胳膊瞬间被砍掉 原来是杜明前来救场 他一把搂住了爱拉 这是爱拉第一次和顾明拥有皮肤上的接触 爱拉心里的小路开始乱撞 杜明示意爱拉只需要在一旁休息一下 马上送这几个杂鱼去领和饭 杜明眼神里充满了不起 心里想着 老高你看看你选择的队 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事 经过几轮交手 爱拉深知这几个武士的能力不容小觑 正当杜明准备前去接战的时候 爱拉示意杜明注意不要中了他们的奸戏 杜明说道 不用担心 我已经让满天星去接应爱希了 不会有事了 至于这群小杂鱼就交给我了 看我怎么让他们跪着唱争 爱拉完全被杜明的气场惊呆了 话语兼不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已经将几个武士全部解决了 此时的爱希 还在一个人孤军奋战 弊电源这群人的确有点难缠 体力已经快动不上了 虽然爱希看起来弱小 但是面对敌人也是毫不逊死 虽然爱希能力不弱 但还是广不敌众 爱希也知道不可以恋战 于是发起了必杀戟 只见他挥舞着巨连 使出了阵风战 正当爱希集中精力交战的时候 殊不知背后一个武士正在向他袭来 就在快要击中爱希的时候 那个偷袭动物是被人一招致命 原来是满天星及时赶来增援 爱希你没事吧 爱希看了一眼满天星 说道就是你 谁让你来多管闲事了 请不要质疑我的 满天星微微一笑说道 爱希小妹妹怎么一直对我有敌意呢 莫非是把我当做情敌了 爱希回复道 哼 不要不说八道 谁把你当情敌了 就在这时 楼道内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原来是琳达阿姨打了过来 这些小喽喽对于她来说 很轻松就解决了 琳达询问爱希是从哪里杀回来的 爱希表示自己是从C12区追到C21区的 琳达则表示自己也是从D10区追到这里的 满天星也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自己离杜明交代的和合点越来越远 爱希表示这有点不符合逻辑 好像是敌人特意设置的一道道屏障 让我们逐个击破 把我们往外围 琳达惊呼一声 不好 我们中击了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正在一步步的靠近琳达 突然一把尖刀 从琳达背后直接刺穿了她的胸膛 安德烈和金牛还在激烈的交战 由于两人的实力相当 也不知战了多少回合还没有分出胜处 就在这时金牛强制加载能量 一拳冲向了安德烈 还好安德烈迅速夺手 不过还是狠狠的跌落地上 瞬间地上被砸出一个大坑 安德烈怒吼着 你们伊甸园这算是孤勋而战 还是到底想干嘛 金牛冷冷一笑 我没有这个义务告诉 紧接着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安德烈朝爆炸的方向看了一下 不好 这个方向正是保险库 只见安德烈蓄了一拳 将墙体击出一个大坑 纵身一跃 钻进窟窿逃脱了 眼看到琳达被尖刀刺中 现在看来毫发无损 曼天新和艾希联盟问道 琳达阿姨没事吧 琳达表示还好自己反应快 要不然真不好说 这人已经被我控制 现在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曼天新满脸的惊讶看着琳达 心想还有这么危险 就在此时又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琳达抬头一看 原来是保险库的方向 瞬间明白那些人引开自己 就是为了保险库 突然眼前这个人面部猙獰 发出了一声惨叫 竟然挣脱了琳达的控制 艾希惊呼 这怎么可能 虽然挣脱了琳达的控制 但是她自身的能量也被大量的消耗 就在这时安德烈也破墙而入 艾希你跟我去一趟地下室 然后回过头告诉琳达 大姐这里就交给你了 琳达表示没问题 这么久了 你到底在导什么 塔克森回复道 这里有一个精神系强者 能力发动方式不明 什么精神系 看来我们的情报还是不够准确 琳达早就按耐不住了 正准备蓄力夹带 金牛一把揪住塔克森 向基地外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 人里会总部也遭遇了偷袭 由于伊甸园实力雄厚 人里会只有七宗罪的两人应战 目前还处于下风 此时接战的是七宗罪的王蒙和梅龙 看到梅龙已经被击败 王蒙怒骂道 你们伊甸园这帮笨蛋 十二星座的狮子得意的笑容 怎么了 传说中的七宗罪原来都是这么猜呀 这时梅龙询问王蒙 会长联系上了吗 满天星和太狱他们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王蒙说 会长和满天星他们一直联系不上 不过沈飞正在回来的路上 梅龙此刻感觉非常的悲愤 看来现在还是要靠自己扛到他们回来了 梅龙和王蒙对视一眼后 相互都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两人同时开启了强制夹载 顿时出现两道光柱 狮子不屑一步的看着他们两人蓄力夹载 还不忘嘲讽他们 这样才有点意思呢 此时的王蒙已经完成夹载 面对狮子的吵着 他怒吼道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人里会也不是好人了 只见他纵身一跃 跳到了屋顶 狮子邪魅的笑着 那就来吧 王蒙一个闪现冲向了狮子 打斗的能量冲击波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旁的巨蟹嘴里喃喃自语的说 看来这个狮子玩的还挺开心 这时身后走来一个人 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巨蟹姐姐 他回头一看 卡帕 你怎么来了 卡帕是十二星座的双子代行者 他表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巨蟹表示狮子正打的尽性领 可不敢打扰他 突然他们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妖精 使气息正在靠近 正当他们回头看的时候 一道血红色刀光朝他们劈了我们 幸亏躲闪即时 沈飞恶狠狠的看着他们两个 你们竟然会送上门来 巨蟹只问道 你就是沈飞吧 我的一个同伴是不是被你杀了 沈飞冷冷的说 我杀人太多 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这时双子说道 巨蟹姐姐 不用跟他废话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就是活着他交给神父 话语间 沈飞的怒气已经达到峰值 可是这个双子也是恶心 召唤出一个巨大的怪物 不断的碾压沈飞 使他无法靠近双子的真实 双子嘴里还不断的叫嚣着 你别总是躲呀 卡帕奇给我压碎他 旁边的巨蟹问道 用不用帮忙 双子直接了当的说不用 发音刚落 沈飞就使出了顺盏 无数的刀光 把那个巨大的怪物看得细嘴 一套完美的技能发呼到了极致 一时间天空都成火红色 巨蟹惊呼到气场太强大了 双子说 这回需要你的协助 这边的狮子的实力也是相当了得 梅龙和王蒙两人都不敌他 狮子随即的闪现来到沈飞面前 看样子你是比这两个飞舞强一点 沈飞并没有放松警惕 恶狠狠的看着他 狮子表示让巨蟹和双子去找别的对手 这个沈飞自己一人足以 这边的金牛和塔克森 已经逃出方舟基地大门 个舞应该失败了 没想到方舟居然有这么几手的人 难道就这样回去吗 神父那边该如何交代啊 此时的杜明和林达他们已经会合了 林达告诉杜明 保险库被偷袭了 安德烈和艾希已经前往保险库 杜明表示自己要去增援 因为女王附体自身的速度快 应该可以来得及 林达说道 这样也好 我这就将保险库地图传输给你 这边的武士手持一件法宝 散发出阵阵光波 安德烈和艾希都被控制得无法出招 这东西应该是从小魔线那里借来的吧 看得很艳术 别说 杜明的速度真快 已经来到了安德烈身后 安德烈告诉杜明赶快去保险库 必须阻止伊甸元 这里自己还能扛得住 杜明示意自己明白了 然后一个位移就消失了 杜明以最快的速度及时赶到了保险库 只见伊甸元的人手里抱着一个盒子 正准备离开的 杜明随即使出了二技能 你们休想离开 紧接着杜明一个位移来到几人中间 伸出长剑将盒子挑飞 双方剑状都腾空而起 去抢过那个盒子 杜明一把将盒子倒入怀中 看到杜明稳稳的落地 那几个武士已经准备开溜 都送上门了 杜明起能容于 于是一剑将那个武士劈成碎片 还剩一个长毛怪脸的惊恐 杜明帅气的说了一句 你也别走了吧 随手就是一剑刺了过去 比利和前来谈判的人理会几人 都被撒末尔的结界给控制住 无法离开 为了突破结界 比利使出了惑战模式 只听见一阵巨响 结界终于被震破 一旁的人理会几人都为之震惊 什么 竟然把撒末尔的结界都给震碎了 此时的比利全身都散发着金色的闪电 噼里啪啦 七宗罪的贪婪感叹道 我们几人都束手无策的结界 比利竟然轻松击破 雷神之威果然厉害 虽然震碎了结界 但是比利的体力也被大量消耗 正在这时 人理会的度下前来禀报 人理会准够遭到破坏 最重要的是伊甸园还抢走了他们的妖精盒 七宗罪极度愤怒的说道 原来桑罗尔控制住我们就是为了抢走妖精盒 他然表示 他们三人需要使用传送卷轴快速的回去 正当杜明准备除掉这个长毛怪的时候 安德烈和艾西跑过来 安德烈看到杜明怀里抱着完好无损的盒子 惊呼太好了 杜明问道 这盒子里是什么呀这么重要 安德烈表示盒子里是一个初代妖精盒 这也是我们方舟唯一的一个无主初代妖精盒 杜明说 伊甸园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抢夺这个初代妖精盒 看来价值不菲呀 但是伊甸园想要得到他去干什么呢 杜明乌幻体内的斯贝斯 调出关于妖精盒作用的全部资料 斯贝斯回复 正在查询马上传给你诉识罢 紧接着杜明和安德烈两人开始研究妖精盒作用的资料 安德烈怒吼道 这难道就是伊甸园的真实目的吗 就在这时 部下前来汇报 伊甸园的人正在外面屠杀寻求庇护的妖精士 得到消息 几人立马赶往基地大门口 眼前这一幕 看着直让人坐 遍地的尸首纵横交错 血流成河 场面极其残忍 看着这些杜明养天长笑 老高 这真的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虽然大战落幕 但是为了阻止伊甸园下一步的阴谋 方舟和人理会两大势力联合召开紧急会议 由于双方都是受害方 现场无一人发言 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人理会的会长陈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看样子也是欲言溜止 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安德烈开口说话 我们两家势力貌似很多年没有这样照看回应 一旁人理会的贪婪愤怒的说道 我们今天不是拉家常了 这次我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辱 还让我们丢了一个初代妖精盒 而且两个妻罪也险些丧命 你们方舟不要不道回事 爱惜反驳道 这次战役不光是你们人理会有损失 我们方舟也同样有人员伤望 更何况那些寻求我们帮助的妖精士 就在我们眼前遇害 我们却无能为力 你以为我们好过吗 看到双方开始争执 李莉大喊一声 都冷静下来 吵架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陈里会长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一心 经过我们调查 伊甸园正在培养一支恐怖的战力 号称十二星座 这个消息还是伊甸园有意透露 就连我们的沈飞 在与他们交战时都没有得到便宜 我们对伊甸园的情报太少了 所以我们必须摸清楚 他的目的才能研究对策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琳达表示我们倒是抓了几个伊甸园的人 可是这些人大脑被设置了某种屏障 无法截取情报 安德烈示意大家不要灰心 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人 就是我们的新元妖精士杜明 晚天心看到杜明走了过来 赶紧给杜明抛去一个魅影 杜明礼貌地给各位前辈行李 安德烈告诉杜明开始你的演讲 杜明随即开始了空中立体投影 在场的人都被展现出的画面震惊了 这就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打开这把剑的钥匙 需要大量的妖精士攻击能量 最核心的就是需要一个初戴妖精盒 陈毅说道 看来伊甸园此次行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武器 达摩克利斯之剑 可以威胁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按照伊甸园一贯的做法 如果让他们得到此剑 整个世界都将面临一场屠杀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们得到这把剑之前 阻止他们 西宗最极度惊呼道 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一个初戴妖精盒 这样说他们岂不是快要得逞了 杜明表示大家不要焦虑 要是得冲龙最快也需要半年时间 西宗最贪婪质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报的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艾希说 因为杜明体内的妖精非常特殊 贪婪轻蔑一笑 有多特殊 充其量也最多是一个初戴妖精 还能是女王不成 一个新人妖精是 在这些前辈面前是没有任何威信可言的 西宗最贪婪 不屑一顾的看着杜明 同时人理会所有人都在期待杜明的真实身份 随即杜明默念斯贝斯 展开女王完整形态 斯贝斯回复道 好的 宿主大人 紧接着精进女王的完整形态现出原形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耀眼的紫色光芒 强大的妖精气息充斥着每一个景色 看到女王的出现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镇静 杜明默喊道 我是空间女王 维塔克斯 斯贝斯的现任宿主 不知道这个身份 各位愿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西宗最贪婪立刻舔着脸说道 请原谅我的无礼 恳请女王收敛气息 我们体内的妖精和此刻已经完全伟败 也不知道六千五百万年前那场大战惨烈到什么程度 直到现在体内的妖精还忘了 当初宿主被击杀时的恐惧 沈飞也在想 之前和杜明交手的时候 他体内的气息急速猛增 原来如此 满天星也认为杜明体内里多也就是初代妖精 没想到是女王 安德烈得意的说道 这样大家应该对杜明的话没有什么疑问 杜明会不会像陈一说道 女王放出来的消息 我们哪里有怀疑的资格 他心想 看来当初让满天星去拉拢杜明是明智的 陈一继续说道 关于这个武器的详情 还请杜明能够告知我们一下 我们也好充分应对 杜明表示 这把最终武器达摩克利斯之舰就如上帝之眼一样 监测所有人的思想活动和检测所有人的记忆 还可以对地球上所有的人类进行点对点的打击 根本不存在逃脱的可能 当初这把剑是为了结束战争的 可是由于能力过于强大 怕引起火荒 所以就被封存起来了 我不知道伊甸园互用什么方式得到最终武器的权限 但是我作为这一代女王的宿主 所以我有权限阻止最终武器的起动 安德烈表示 事情的严重性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当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伊甸园的所在地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阻止这 威胁全人类的武器起 陈一表示 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要将祝云送到这把武器的面前 但是仅凭她现在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安德烈看出陈一话中有话 于是说道 陈老 您就别卖关子 有话直说了 陈一表示 他们之前找到一个学制度的遗址 由于自身能力有限 无法破解她的防御性 以杜云体内女王的能量应该可以打开 今天就有可以提升杜云女略的武器